请各位就座,会议马上开始 请允许我请求各位呢,能够马上就座 以便我们会议马上开始 这个房间很大,但是我们人并不太多 所以我想请你们各位呢,尽可能往前坐 以便于能够来去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的名字是Marcus Komara 我是我们的公共政策 在这个国际互联网这个协会里边的副主席 也是我们这个多个这个利益相关方的 这一个小组的一个联系主席 我非常高兴能够主持这些方面会议 我们有非常尊贵的一些专家们 跟我们来探讨一些政府 以及跟这个利益相关方怎么去合作 我们整体的这个主题就是构建桥梁 这里边的想法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是在我们上一次12月份的会议 在我们这个Dubai的一个国际电信 这个大会议上确定的 这是这样的一个会议 我们总体有感觉需要呢 能够来去在一起的聚集在一起 来构建一些桥梁 向我们外部进行一些宣传 也告诉了那其他的人 他们可能并不一定 更没有完全的一些观点 来去向他们来去沟通 我们其中一个问题呢 也是跟我们已经很长段时间了 在这个世界的峰会上 在我们的信息社会的这种一些峰会上 探讨了一些我们多个一些利益相关方的这样一些这个 这个作用和一些角色 怎么来去发挥这样一些作用 在我们进行讨论之前 我刚才来讲一讲我们一些关于技术一些细节的一些通知 我们在我们所有六个语言上都提供同声翻译 你们有这样一些耳机 可以听我们这个会议的同传 在这个房间外边有耳机 我也鼓励你们来去使用你们自己的一些母语 我们包括英语 我们有这个也有翻译 你们也需要一些这个耳机来听他们的这种翻译 都是在我们这个会场外边有这个耳机 我们还鼓励你们呢 能够呢 在这一天当中呢 我们有IGF2013 有这样的一个主题 现在呢 就是我们也需要来去有些饮食 要如果我们没有饮食的话 也不可能继续开这样一些会议 我们也鼓励你们呢 还有一些远程的一些参与的会议 我们有这样一些远程的一些主持人 能够来把一些远程的这样一些 与会者能够带进来 尽可能让他们来参与 我们这个讨论的这样一个结构方式呢 我们有一些涉及到一些公共政策的一些问题 这样是来自于我们的专题小组的一些建议 就是针对我们来去这个CSTD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IGF每一次会议上 都要来专注于两个或三个一些政策问题 我们也收到了这样一些意见 也把它放到这个屏幕上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够看清楚 还有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这个文件 书面的文件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能够写下来 如果我们这个一些现场的服务员可以帮助你们 给你们发一些纸张 如果你可以写在这些纸张上 可以把这些纸张交给我们 这个低牌就做的一些主持人的手里边 Renet Kaufman和Matthew他们两位 他们会来去负责我们这个房间的一些这个服务 可以事先把问题写下来交给我们 你可以当然呢 直接的可以要求在这个现场发言也可以 我讲完这些之后呢 现在向你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是台上的一些这个专家们 从我右手边开始 我们来自这英国的大臣 部长大臣 然后他的右边呢 还有这个大使先生 来于这个塞加菲利 来自巴西的 我的左手边呢 我们有Dani Sabreda 来自于这个美国大使 在他的左边呢 Batia来自于AT&T的 还有这个在他这边呢 有来自于这个互联网工程这个小组 CRF然后主席 还有一些我们的民间那个团体的代表 来去提供的一些包括一些咨询工作 我想请这个VC部长 能够来去讲一下 关于政府在这样一些这个 利益相关方合作上的一些作用 非常感谢 昨天呢 我也讲了 在这个台上 今天我是作为一个专家的角度来讲一下 李编云能够 让我们这些会议都非常了解 人们也可能感到呢 你们可以自由来去参加 可以提出问题 也可以能够在现场站起来 也可以都可以 有些问题可以提出来 我们也非常高兴 政府巴西政府来说呢 是引导着这样一个重要的 关于IGF的一些讨论 我也非常感谢呢 能够邀请我来去参加 这样一个专题讨论 这是一个机会 能够来直接讲出 包括一些英国的这些这种观点 我们也非常感兴趣 当时这个巴西来去 提出这样一个 ITF的关于政府作用 当时这个五月份 在这边把这个开的会议上 关于西进西技术 提出一些观点 我们到底什么是政府的作用呢 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来去 坐下来去 把它讲得很清楚 但是呢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能够这样去做 能够再进行这样一个专题讨论 听听其他人 有什么一些想法 当时是这个ITU 他们提出一些观点 然后呢 有一点的关于政府的作用呢 是非常明确的 非常广泛的 所以在这个英国所负责的 过于互联网政策的一些论坛 的一些部长们都认识到 基本上在每一个层次上 互联网的政策呢 就影响着 我们所有这些政府的一些部长们 包括一些我们的 卫生教育啊 还有这样一些安全方面啊 还有一些外有交证策等等 我们都是可能会碰到一些风险 从这角度来说 我们在进一步的钻研 就是政府怎么能够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 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提出了四个主要的主题 我希望可以对你们有帮助 能够来帮助我们在这里进行探讨 第一个呢 主题呢 很显然来去支持 让我们来构建一些基础设施 在英国呢 我们也非常幸运 我们又非常有竞争性的 这样一些电信的市场 这些基础设施呢 都是一些私营部门来去建设的 包括一些BTE Virgin的一些光纤网络啊 还有移动的运营商啊 它主要是在建这个私营的网络 但是这里的竞争呢 这框架我们目前建立的来说 这样一个基础架构呢 也可以呢 对多数消费者都能够来去访问 因为它能够享受 因为这个价格很低 然后服务呢 也是非常先进的 政府呢 也直接的干预来支持 来构建这些网络 在一些地区 可能是农村地区 并不太经济性地区 来构建一些网络 我们在这个大量的 几十亿的一些英镑 能够来在这些地方 来部署基础设施 尽管呢 我们多数的基础设施来说呢 都是由这些私营部门 来去付钱的 来强调一下 这个在背后 也有政府的支持 从这样一些监管的框架上 能够来保证 这样一些公正的 一些种竞争和价格 然后我想第二个 对政府来说呢 它发挥这个作用呢 要来保证 这样一个国内的 一个法律框架 应该是非常一致连贯的 有很多一些说法 围绕着我们这个 互联网的一些 病当中 多数上经常说呢 是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会涉及到 一些非法的 一些离线的 这样一些做法 它在这个 网上也是非法的 有这样一些这种假设 如果是在互联网 发生一些活动的话 那应该有的人是允许 有些不允许的 在我们这个现实当中 也有一些政府的作用呢 要来去 不断的来去更新 这样一些框架 这一些法律的问题呢 特别是跟互联网有关的 比如说这个电子签名啊 等那些签字啊 都会涉及到这一点 我们呢 也是进行了一些干预 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 就是互联网来说呢 也许呢 被夸张了 有时候讲的一些地方 包括一些知识产权的 一些侵权问题啊 我们也通过了一些立法 能够让我们这些创作人呢 如果他们受到这样一些 这个知识产权的 一些保护 我们还有一些 这个监管的一些机构 能够包括一些 这个对一些儿童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带来的一些 不良的一些影响的图片 因为监管等等 我们要这个合适的一些 来控制 能够来保护他们这些 小孩能够看到一些 这个合适的内容 然后特别强调呢 我们也跟一些私营部门 来合作 还有这些民间团体的合作 因为我们认为 这是最有效的这种办法 能够让这些事情非常有效 从上往下的一些立法呢 可能有东西经常是在幕后的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官僚 所以呢 想构建一个网络 是完全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 跟这些部门来去合作才行 而特别要强调 一个关键的原则 就是政府的干预 跟这个政府的控制 是不一样的 政府呢 可以像做一个经纪人一样 在中间 能够代表着这个公民的利益 他可以能够来面对呢 带来一些很关注的一些问题 来去解决 但是跟他控制这个互联网 是不一样的 我想就来去产生了 我第三个问题 在这个英国呢 就是大力来呼吁 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所以政府呢 也应该发挥一些作用 能够来保护 这样一个叫自由表达 或者言论自由的一些权利 包括一些文化多样性 能够来去 包括一些这个 性别的平等等等一些 还有包括文化多样性啊 他的公民呢 能够来去参与这样一些互联网的活动 通过这样一些教育啊 包括他们能够掌握 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技能 能够来去 有能力去访问互联网 互联网呢 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动力 是好的方面 同时会带来一些危险的地方 政府呢 发现在英国 我们发现呢 是非常有效的 来跟这些民间团体来合作 特别是跟一些孩子啊 和一些学校啊 给他们一些机会 让他们来去提出一些问题 来去学习 如何使用互联网 如何安全的使用互联网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府的作用 然后最后呢 我们跟他非常不惊讶来说呢 我们第四个原则 就是政府呢 能够来帮助支持 我们这些多方的这些利益相关方 能够来去相互合作 能够来去支持我们这个互联网 在过去时间中成功的一个 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可以来提供一些 财务的一些支持啊 对一些关键的一些群体啊 还来支持这样一些 IGF的一些流程呢 来去设置我们自己国内的 这样一些这个地区性的IGF 来保证我们的 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 代表的一个权利 一个表达方式 我想呢 主席先生 如果我来总结一下的话 当然政府呢 它有它的作用 但是我下里边就希望 给你们讲的各方面 政府的作用呢 也才也是一个合作伙伴 并不是说要来去 谁来去作为独裁 去主导它 所以我们跟这个私营部门来说呢 教会他们来去提供基础设施 来提供一些经济方面 包括一些财经方面的一些 这个融资方式 有这样一些框架 保证着一些 是有竞争有效的一个市场 能够有低的价格 要作用来去能够享受得到 我们也是给这些民进团体呢 在一些关键问题来去合作 比如说去知识产权的一些 请权问题啊 保护我们的孩子们呀 在线的 包括一些 不良的一些 这个儿童的一些 这个照片呢 怎么能够来去避免在这个网上 能够被别人看到 等等 我们还包括一些 离线方面的一些努力 我们也极大来去支持 我们这个互联网的一些 这个言论自由 我们呢也支持 我们这样一些利益相关方的 能够来去 直接给予参与和支持 以便于能够让我们的互联网 能够在今后继续取得 极大的成功 谢谢 没有人攻击我 谢谢这个部长阁下 我交给这 芬菜开非洲大使之前呢 还有那些 没有参加这个 五月份的世界电信的 这个由IT又组织的 这个论坛的这些人来说呢 他当时有一个 意见草案 相当于一个决议 就是WTPF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巴西呢 提出了这样一个 关于政府作用的 这样一个意见草案 第一个草案呢 是要有一些批评性的意见 也包括来自于 要一些进行修改的一些建议 但是巴西代表团呢 一晚上的时间 他们回到他们的房间里边 重新的起草了一个新的草案 包括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观点 像你们也可能同意我的话 我们也需要会议的最后的批准 可能还有一些更多的时间 但是我考虑时间不足的问题来说呢 这个电联的秘书长说呢 他们这些意见可以在其他地方来去提到他 包括在我们这个IGF的会上来提到这些观点 然后呢 我们呢 在这个下边的会议之后呢 他们要把这个项目给他最后定稿 我们也可以能够把他这一点交给我们这个IGF 然后再交给你 大师请大师先来介绍一下 谢谢主席 我要感谢呢 有这样的一个介绍 你们 你刚才说的也很对 这个意见草案呢 是来自于TPF 是我们广泛磋商的一个结果 我们跟不同的部分 包括政府代表啊 还有一些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啊 当然参加会议的人呢 给他们启动一些广泛的协商 通过这种做法呢 我们这是要来去专注于 来去探索一些理念 能够呢 通过我们这一个意见草案 能够转达出来 这边关键的一些理念呢 一些想法呢 就是要来承认 这个政府的职责和作用 我们多数的一些利益相关方的 这样的一种做法 这样一个模式 你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去表达 可以看到 我们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呢 就是呢 这个作用呢 应该给他这个合理化 能够尽可能的加以这个利用 我们并不是要来能够 把这个什么政府的做进一步的扩大化啊 或者说呢 他这些利益相关方呢 怎么做 我们主要是要考虑呢 要来去承认 认识到 这样一些事实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职责 在里边 我们要去设计出一种办法 可以能够给他加以增强 这就是来自于我们意识到呢 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治理的探讨的这种环境当中 我们有各种方面的一些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代表的参与 那当时呢 这个可能是还不足够 并不只是政府的参与还不够 还有其他的一些利益相关方可能是参与的还不够 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来自于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还不够 参与还不够 所以这里边 然后把去探讨这样一种情况 作为政府呢 我们建议 从这样一些 我们这个政府表来说 能从进一步来去增强 能够来去 把它做一种这种 可以能够操作化的一个流程 以及呢 巴西也提出了 巴西呢 它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利益相关方的途径 还是一种非常合理合法化 还有其他的一些利益相关方 所以我们认为是非常合法的 有必要的 非常急迫的 能够探讨一些办法 通过这些办法呢 我们这些民间团体的参与 可以进一步的增强 特别是呢 我想来强调 这个民间团体 民间社会呢 这些代表来自于这个发展中国家 比如说更多的一些这些行业的代表 还有些私营部门呢 也来自于其他一些区域的 也可以能够来去 鼓励他们来去参与 能够来去从中受益 就是呢 让我们看到目前的这样一个 做法的一些过程当中 等一个情况 我想这个巴西的这个提案呢 应该按照这方法来去探讨 它当然并不会能够 对这个电联的说那么全面 我们也提出了 叫这个ITU电联呢 就讲清楚呢 这个探讨呢 是属于任何地方 我们可以咱们把它变成一种 叫可操作性的这样一些做法 而其他一些相关方呢 在我们这样一个机构内部来说 包括互联网来说的东西参与 我们非常高兴 最终呢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核心的一些理念 或想法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去探讨 在这方面来说呢 我简单来去提一些 我们一些关键的一些 条款 就是在我们这个巴西的 这样的一个提案当中 怎么能让它一种 具有操作性更强 我们呢 认为呢 ITU和其他一些国际机构呢 有这样一种合法的 这样一些流程 他们呢 应该是支持 非常有意义的 政府的一些参与 这也是认识到了 这些参与的合法性 对于这些电联 或其他一些国际机构啊 在这当中 这个Mark Sumer一开始提到了 我们在Dubai的 一个星期的会议上 我们也同意呢 还有最终的一些结果啊 等等啊 一些这个文件内容啊 所以巴西呢 想发挥一个呢 这样一个 寻找途径的一个作用 一个协助的作用 这是我们要来去做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非常广泛的认识到 我们应该来去共享 这样一些能力 能够跟不同的一些机构 不同的一些群体来去沟通 我想说呢 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协助 一些工具的话 可以进行一些协调 我们想尽可能去做 能够让我们的会议受益 最终呢 可能不就是我们完全期待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 感到非常惊讶 对有些这个部分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认可 就是这个电联来说 在国际互联网 应该发挥它一个作用 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关注 有些反对的一些当然 所以我们认为呢 我们所达成的一致意见 从这个特尼斯的这个疫情上 连关了 我还去进一步来去确认 关于所有的一些相关方 包括一些国际机构的一些参与的 这个合法性 一些政府的合法性 也可能是有一些反对的 包括对一些国际机构的这样 旁边适用于政府 所以让我们说最初呢 这是我们一个建议的情况 然后我们又认识到呢 这些机构呢 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 这样一些协助 能够有益的一些治理 能够参与 同时呢 我们又来去强调这样一种概念 多数的一些利益相关方 和一些政府 包括这个互联网上 他继续的 让更多的一些方 各方来去参与 能够来承担责任 最终呢 我们的这些利益相关方 能够继续有 以这个良好的意愿来去合作 我想最具有操作性的 这样一些观点来说呢 就是邀请这个秘书长呢 来通过这个电联的秘书处 来去支持 包括一些在发展国家 一些能力建设的一些项目 特别是这些国家呢 他们有权利 能够来去行使他们一些责任 这是跟国际的 这个跟互联网相关的 一些一个公共政策方面 包括我们这个35A 这是突尼斯日程上的这一段 能够来去促进我们的一些 开放性和透明性 能够在这个决策上 在我们这个电联里边 ITU里边 这是我们巴西完全支持 在电联里边探讨这个互联网的 这种治理是应该是透明 或公开的一些做法 这就是我们在电联组织呢 开会上也做了这个观点的陈述 我认为呢 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我想这么说呢 这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我们这个有了全部的版本的文件 以后才不断地看 它是不断地演变发展 我们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呢 当时呢 主题是要进一步地来 这个改善互联网 当时候这个电联呢 应该呢 积极地鼓励 这种参与性的 这种 还有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 而且还有很多的 与互联网有关的 公共政策的问题的讨论啊 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到 我们应该呢 在电联这个的职责范围的框架内 来做很多的工作 其实包括制定一些行动纲领啊 例如这个电联帮助发展中国家 还有这个保护制产权的问题啊 当然呢 这个就是这个 并不是这个置身于这个 电联的这种工作范围之外的 同时呢 我们还有这样的讨论 我想简单地再给大家提一下 刚才VC部长的发言说几句话 我想感谢英国政府提出这个非常好的建议 而且呢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呢 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 就是要能力建设方面的 这个必要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以及怎么样呢 能够这个尽量合理化 英国的建议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建议呢 我们百分之百的来支持 我们这个 很多的这种 结果性的观点都重要的 一旦呢 我们这个各国政府 能够获得了这种能力的话呢 然后应该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各国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这种促进的作用呢 来提供一些比较合理的法律 和监管框架 让大家有言论自由 有表达的自由 同时呢 也应该进一步地促进 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工作 来促进他们的工作 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 我觉得我们同意 但是我想说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 和我们的想法 我们希望呢 能够把我们这样的观点呢 向大家表达出来 同时希望在我们的这个 草案性的意见的文本中呢 得以反应 再次表示感谢 最后呢 我想指出的是 我们在其中提出的一个政策性的观点 也就准备这个会中的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策性的观点 他是提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怎么样来参与 自我监管机构方面的工作 例如这个 还有很多的这个 自我监管的预算的问题啊 还就是包括IETF 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想看看怎么样 能够呢 让各国政府呢 来 更好的来操作 来参与到某些领域的工作 例如呢 这种自我监管的这种机构啊 政府的参与呢 并不是一开始 就是我们要求这样做的 实际上政府呢 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呢 也都这个表达出来 因此我想引用一下 我们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 在这个通过电联啊 来做有关这个互联网 有关的这个工作 还做很多些 但是政府呢 还有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 预算的这个自我监管呢 要这个做很多工作 政府呢 本身要知道这个问题 并不足够 而要积极的参与这个工作 因为呢 这个政府的参与呢 不应该影响 这个言论自由 和不能因此呢 影响这个经济的发展啊 因此我想说呢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们呢 在准备的时候呢 都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呢 在我们考虑今后 政府呢 在整个的这个 各个不同参与方的 这个主要的作用如何 政府呢 在中国多亿相关方参与的过程中 他做一种角色在什么地方 他们应该充分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来呢 充分的考虑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案例 以及呢 这种自我监管的这种机构 他们所做的工作 而且呢 他们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个呢 应该得到各国政府的认可 同时把它纳入到自己的 有关的这个政策程序中去 而且可能呢 要这个有时候呢 要做更多的这个政策的工作 谢谢 非常感谢你大使阁下 巴西政府在这方面 扮演的作用呢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您的作用是一种 桥梁性的作用 上次在迪拜 我们开会的时候呢 您也表达出来 同样的这种观点 而且是一种完全有益的 处自引性的作用 我想说 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政策的问题 就刚才大使现在讲到了一个 政策性的问题 大家可以从这个屏幕上看到 在我们这个IGF的网站上 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这个我们还会回过头再讨论 但我想说 他刚才提出的问题 是一个中心性的问题 好 下面我想请 在布埃达大使发言之前呢 我注意到呢 大家呢 这个一开始呢 大家都讲到了很多问题 有这个 这种叫推特 你们是不是要播放 但是现在有一个版权的问题 好 现在请大使阁下发言 谢谢大家 请我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 邀请我参加这次的论坛 我也感谢刚才部长 还有这个大使的发言 还有民众社会代表的发言 还有这个技术委员会的一些观点 我也期待着呢 搞一种双向的对话 因为在座都是我们的朋友 实际上呢 我也参加了这个WTPF的会议 而且我非常了解 刚才这个巴西大使所提出的这个建议 我也比较熟悉 因为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讨论 我们再退一步讲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都了解政府呢 确实呢 对开展这个对话呢 是感兴趣的 符合政府的利益的 我们知道互联网 大家说互联网的网络呢 它本身和很多人都连接起来 和不同网络连接起来 跟30年相比呀 确实呢 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这种 这种经验和体验 确实呢 这个对这个经济发展 是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 对这个自由的言论自由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各国政府都要保证 能够获得这个 让我们的人民获得这个互联网 从随时随地获得各种不同的信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各国通的渠道和方法手段 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确实政府在这个历史上来讲呢 参与这种多利益相关者的进程来讲呢 确实是一直在秩序下去 就像刚才巴西大使讲的问题 还有很多建议的问题啊 还有些对话的问题呢 过去呢并不是一个真空 确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多利益相关者 多利益相关方法的参与是非常好的 我想说呢 现在我们这个论坛呢 是一个非常人数比较少的 学术性的这个论坛 大概都是一些专家组成的 因此呢 对一些这个多利益相关者 这个群体来讲呢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系统非常透明 来保证呢 如果这个互联网的用户和这个政府 他们有需要的话呢 他们应该能够适应于 这个不断这个快速发展的这种情况和环境 在过去几年有各种不同的建议 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建议 可能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单一的机构 来行使政府的职能 来这个负责管理这个多利益相关者 这个程序体系的管理 我知道呢 美国政府呢 非常尊重这样的观点 我们也是ITU的这个 还有其他国际组织的 这个表达这种观点的一员之一 我们确实呢 在建议中呢 也提出我们的观点 我们觉得它确实反映出了 大家的共同的希望 来保证这个多利相关者的这个系统 还有所有的这个相关者呢 都应该能够平等的得到对待 同时还一点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建议 除了我们要讨论的 目前的这些观点 就是刚才八七代表提出的代表一样 对我来讲呢 还有很多的观点呢 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挑战 什么挑战呢 就是它能够对这个创新的 可以获得互联网的这个目的 能不能真正的那个达到 因此我想说我们的观点是 我们一开始呢 应该先从多利相关者的系统开始 这个呢 比任何现有的模式呢 更加成功 例如这个使用性的技术方面 也并不是说呢 它是实权实美呢 它本身是一种 这个过在过去技术上得到的改进 我们认为呢 现在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 不断这个发展的这个 多这个利相关者的参与的系统呢 例如在巴西啊 在Kag啊 都是很多的成员国呢 还有这个发展中国家 都集中参与了它 这就是让很多的这个 利相关者不断参与 不断的沟通 形成这么一个社区 非常好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呢 如果大家 还有建议 在这个互联网治理方面 还有新的提议的话呢 那更好 非常欢迎 不管是什么样的 是治理方面 或者还有其他的方面呢 不光是广义的 还是这个宰义的 这个这个讲 就是政府的治理啊 这都是很欢迎的 我们也就是说呢 我们各种建议都可以受欢迎 并不是这种观点呢 会影响到其他一种观点 这个对话呢 不仅仅是这个电联讨论 实际上在各种不同的论坛中 只要是涉及到我们的都 这个利益相关者的社区的话呢 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欢迎 我鼓励大家的积极参与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 就像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也积极参与 我们将进一步断的来扩展我们的讨论 例如呢 这个讨论一下 能不能那个 把我们的讨论扩展到 这种这个政府之外 这个互联网的一些机构啊 来保证这个利益相关者 能够呢 真正的这个注意到这问题 他们得到尊重 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解决 他们所关切的一些问题 美国呢 完全这个认可到 这个我们在发展中国家 还有这个很多的其他的 这种利益相关者 应该把他们纳扰到 我们这个多利益相关者 这种体制下 我们也非常感谢巴西政府的 提出的这个观点 还有CGI的一个系统 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内的 一些这个互联网的管理问题 我们过去都非常合作的 非常的友好 在这个和发展中国家 都做了很多这种 多利益相关者系统 这方面的合作 实际上有很多 这个ITU之外的一个 ITU呢 这个电链本身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机构 但是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机构 也可以做很多这样的 这种工作 我们非常的这个 这个感谢巴西 做出这种非常有 这个建设性的这种建议 和努力这方面的工作 搞了很多这个宏观的 这个 Savio的这个 这个立法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 是这个过程透明化的工作 以及怎么样 所持这个暗闻 我们确实应该呼吁 这个 这个 巴西政府做出这种呼吁 就是让我们的互联网更加透明 更加呢 这个有可及性 尽管如此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 这个 认责 就是我们这个 巴西的这个暗门呢 就是叫 宏观 Savio这个立法 还有他所做的 这些努力呢 都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我想对此再次感谢 这个 感谢 另外呢 我们非常密切的关注 这个 internet的这个高峰会 这是 4月 这个 4月份的召开的 这个2014年4月召开的 这个互联网的高峰会 在巴西啊 我们非常关注 这个它的进展的问题 刚才大使呢 已经跟我们讲了 我们这个美国和巴西 共 我们有这种观点 就是互联网呢 应该能保证言论自由 保论人权 保证人权 保证民主的这个治理 现在有了这样的这种 这个看法 我们非常感谢巴西 在这方面 扮演的领导的作用 我们也期待着明年呢 这个巴西的这个 互联网高峰会 能获得这个成功 现在会议即将开始了 我们现在讨论的 也没有停止 请大家了解呢 美国政府呢 坚信全球 现在应该在一个 肯定会在一个发展 非常迅速的 活跃的互联网的环境中 来这个受益 因此呢 我们不管是这个商业 还有民众社会 还有政府的 还有这个利益相关者 要共同的努力 参与这个现有的 这个程序进程 来促进这个会议 我想再说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的讨论 我们也感谢 有机会 跟大家进行这种 协作性的讨论和交流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呢 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特别是我们的发展中国家的朋友 能够积极的参与这种 多力相关者的这种体制 有一种真正建立一种 包容性的 反应这个及时的 这种非常好的这种需求 让我想说更多的 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政府 还有我们这个民众社会代表 还有学术界的技术界的代表 那都能够参加 我们希望能够共同的来发展 共同的来成长 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这来 我觉得这是大家都认可了互联网 给我们带了很多的福利和福祉 也是符合 我们这样做的也是符合互联网今后发展的这个利益 因此我也期待着 我们这次这个讨论能够获得成功 我也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跟大家进行这个暗门中 更加详细的这种讨论 我想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对主席说谢谢 好 我们下面 请 下面一个发言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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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尊敬的部长们 嘉宾们 女士们 先生们 刚才这个主席讲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 今天早上他的发言是非常的及时 而且加强了 我们这个的一些这个工作 我想说我们私营行业啊 还有企业界啊 确实呢 都在这方面应该能够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他们也是在这个包容性互联网 还有透明互联网这方面的 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 因此呢 这是也非常符合我们的意识日程的 这个文件也是非常好 因此这个我对我们通缉寺来讲 也是符合我们通缉寺政府的这个互联发展的议程 同时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带这个美丽的巴黎岛 来召开这次的这个第八届这个互联网治理的会议 首先呢 让我再讲一讲 这个我们这个提出我们这个建议 背后的想法是什么样 我想说呢 首先呢 我们就密切的和这个 积极的参与了政府和这个 其他的各个组织之间的这种讨论 其中呢 非常好 我们这个 也讲到了这个 四个这个工作组的工作 刚才我们尊敬的英国的部长 阁下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完全是符合我们公众利益 尽管是在我们互联网的世界上 是有些不同于过去的传统的 这个电信这个世界的 在这个世界中呢 政府呢 必须要在很多情况下 要弄 有些情况不太清楚 而且呢 过去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积累下来的 政府没有可能积累下来 很多这种技术方面的能力 和技术能力来对它进行非常好的关联 因此呢 我们要区分 这种两种不同的这个互联网和传统的电信 这个环境之间的不同 因此呢 通尼斯的日程呢 就必须要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呢 要要首先区分它两种不同的世界的管理的作用 这个在这个电联中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另外呢 这个我们的政府呢 总是呢 和这个利益相关的进行合作 政府呢 也派出自己代表 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所提出的这种观点 要这个才能做好 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确实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要这个旅行 利益相关者的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呢 要认真的 还这个 审慎的 来做出一种知情的这种决策 同时要政府要非常的开放 随时欢迎各种不同的这种 接触啊 还有合作 包括这个技术界的 还有这个民众社会 另外有一点非常准确的应该这么讲 就是呢 多利益相关者这种机制呢 是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们可以是一种机制 可以帮政府来确保这个对话的这个开展 但是还有一种一种风险 就是我们这个多利益相关者论坛 还有政府机构之间有一种这个风险 什么风险 就是一个多这个多边的论坛 还有这个政府间的机构呢 他们之间呢 确实呢 有很多的这种 要有一种磋商的进程 要它不能中断 同时呢 它的结果呢 要直接呢 纳入到我们这个决策政策 同时要和我们的这个利益相关 这个方的一个体制呢 要进行沟通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领域中 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的政策所关切的问题 要反映出来 同时对它的这个基础结架 架实网络设备 还有频谱方面的管理 这些资源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呢 才能够有各种不同的这种创新 我们就很多的这个利益相关方 在政府之外 他们做了很多的创新 下面我想再这个给大家 讲几个这个 讲几个 YS有关的问题 首先呢 有时候呢 一开始呢 并不是很清楚的 就是这个 并不是一开始政府 和这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问题 按照它的一些职责 和一些专业内容 包括一些政府 和其他一些利益相关方的群体 有不同的 和相互这个补充的 这样的一些种职责 所以我们常常的这样一些运行呢 互联网来说呢 所以不要把它认为 是一个只是政府的职责 而是呢 我们这个互联网 包括一些技术委员会的一些职责 多数的情况下 我也知道呢 还有一些私营部门的一些职责 然而呢 我们呢 总是被认为呢 政府呢 一个关键的作用要去发挥 来去开发 或者制定一些政策 就是像我们看到 英国这个部长讲到的一样 但是呢 它这个框架 包括一些法律的框架 也是提交我们来去探讨的 就这样做的话 政府们必须要来依赖于 所有这个互联网 这些群体的一些成员 来提供最佳的 和最完整的一些公共政策 这一点呢 也是 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治理 更加广泛 然这样一些域名啊 或者其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价值方面来 总是被低估了 它就都是组成 这样一些互联网的方方面面 然后这样一个有效的 一个互联网的 这个生态系统 必须要依赖于所有各方的 包括一些政府的私营部门 和民间团体的参与 按照他们各自的一些 的职责和权限去做 所以这里边 我再一次的强调呢 我们多个利益相关方的这样一些参与 能够有这样一种体制 所有的互联网的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参与者 包括政府 在他们一些职责范围内 能够是同等的 能够来去使我们这个 有这种一些创新的这样一些互联网的环境 能够受益 我想呢 除此之外呢 来再强调更多的这些政府 一些额外的一些职责 特别是呢 我们有这样一些 在一些磋商上 也包括这样一些观点上 他们心目起来不存在的 去进行发掘 这就是政府来去决定 他们并不只是要来去迎对 这样一种多利相关方的合作 能够创新 而且还要有一些积极的参与 实际上呢 作为一个协助者 包括一些推动者 这样一些利相关方的 这样一些合作 这种叫做一些包容性的 这样一些透明的 公开的这样一些流程 一些决策 谢谢 非常感谢 感谢他这样一些发展 这里边呢 Arco所描述的 包括还有在以前 散发的一些一些 他的当中 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呢 可以作为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像这一二Arco 是来自ITF的 这位代表发言 我想来允许 像前面几位 讲演者说的一样 我感到呢 可以能够来 在场的时候说一下 谢谢这样一些提到我 谢谢Marcos 各位早晨好 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 给你们来沟通 还有很多一些 非常这个 真知灼见 前面已经表达了 我们想呢 再来说一下呢 就是除了前面提到的 就是技术委员会的代表 我们所提到的 我主要是从这个 有什么样一些协作 我们所需要的 对于政府来说 这个角度来讲一讲 什么样是一个 比较现实的一些做法 我想来去提出 三个主要的观点 第一个 从历史上来说 互联网的技术呢 都是我们这个掌控之内 它是需要一些 政府的一些 就监管部门的一些参与 然后在这2013年 这是非常关键的 对于我们这个 数据领域来说 我们现在发现在呢 在这个技术委员会里边呢 就有必要来去探讨 在政府啊 和我们自己之间 这样一种关系 然后我们这个 工程方面来说呢 也包括一些技术 本身一方面是不够的 比如说新兴的一些 这个技术呢 我们必须要不断来去 合作在一个 更广泛的群体 还有一个标准化 包括一些安全 非常关键的 也是我们需要一个 统一的一个全球的标准 我从这个芬兰 带着我这样一些 智能的终端 再到这个巴黎 还有其他地方 有时候呢 可能不能够来去 进行这样一些紧急通信 然后呢 在一些无线电频率的 分布分配上 我们使用这些宽带的 一些无线的通信 技术委员会呢 可能并不能够来去决定 采用什么样一些频率 在这个更广泛的空间 以及呢 我们这个东大 它一些分布怎么样的 政府呢 和这个政府基间的 这样一些机构 也能来去参与 技术领域来说呢 主要是在这个 一定 在这个协议上 来去进行加以这个确定 包括一些组成部分 比如说我们在ITF里边呢 包括我们这 这样一个管理机构来说 在设计到各个机构 能够来去比较满足于我们 这样会满意我们这样 一些方案才可以 第二点呢 我们都讲到了这个互联网 如何推动着我们的一些创新 我们再来讲到一些治理问题的时候 又涉及到政府这方面 这很重要来去考虑到呢 到底这个未来会带来什么 而并不只是目前的状况 来强调一下我们怎么看的 作为一个技术委员会 包括我们在ITF 怎么来去关注的 这个创新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如何的一些这个协议站啊 包括这个HTPU 2.0啊等等 还有这个Warsware IP啊 已经变成到了一个浏览器上去了 还包括等一些这个技术比较准 这个物联网呢 也是在我们这个很多的 发表很快的地方 最基本的变化呢 在基本的网络边上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从这个IPP4到IPP6 然后呢 这里边想特别强调呢 有很多一些变化呢 都会从根本上影响到 我们这个互联网的治理 还有涉及的一些参与方 包括一些政府呢 就去加以看待 这个治理来说呢 可能是从这个治理 这跟我们这个稀缺资源方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任何一个web service 要来去提供一个 比如说话音乐的提供商啊 他们可能很难去对这样一些 语音乐的进行管理 这就需要发生这样一些变革 来去改变 我第三个最后一点特别强调呢 我想来讲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能够跟政府和这个技术委员会之间 怎么合作 互联网技术委员会 我们都已经意识到 我们需要这样去做 我们需要来做更多一些 这跟过去相比 我们又这样有多种一些动力 但还有一些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呢 我们不太了解 我们另一方怎么去做的 政府怎么来去应对一些技术问题 以及监管方面 怎么来去提供这些监管 还有一些方面呢 涉及到其他一些类型的机构之间 都关于一些电信问题啊 技术问题啊 现在目前的情况呢 是完全不一样了 全球在发生着变化 多数的这样一些 互联网技术呢 就是来自于这其他的地方 这个监管机构是不一样的 表情化机构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来相互的了解 我们对方或者其他发生什么变化 比如IETF 我们有一个 这个开放的modelware 都可以任何人可以上去看 就是呢 有一些支援的方式来去参与 总的来说呢 我的要点呢 我并不太感兴趣来去探讨 到底这些组织机构是属于谁的 这方面探讨 这都是我们有很多现实的工作 我们需要来做很多一些交流 在不同的一些各方之间 有很多一些现实的讨论也是需要来进行的 很多一些相互的了解是需要进行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 谢谢QR 这是让我第一次看到这个IETF 能够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IGF的一个会议 能够在我们这个IGF的会议上来说呢 我很多情况这个IGF呢 是一个以政策为主导的 跟这个ITF相比 我们不能够决定什么东西 我们主要是看到我们什么安全途径 是来自于这个民间团体的角度来讲一讲 我也感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面对这么多一些先生们 在这个巴厘岛上 我需要指出一点呢 我是作为一个民间团体的代表来去提出的 我如何呢 怎么来进行 有时候我的观点呢 在这个民间团体可能并没有得到 所有人的一些这个赞成 有很多一些我感觉比较奢侈的地方 能够作为一个民间团体的一个参与者 参与这样一个政策的世界 比如说ICAN 还有技术方面 比如说IETF的一些活动 还有IGF等等一些 所以实际上呢 我有这样的一些这个 从外部角度看到这样的一些能力 我在看一些政府的作用的时候 我必须要承认 我是能够进入到 是否能够接受 他这个政府是否有个什么作用 我是比较晚来去找手这一点的 我的第一个反应在很多年来说呢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应该有什么作用 在过去我们这个IGF一些会议上呢 我也听了很多一些非常这个 这个名字里的大使们 还有一些部长的一些讲话 我也能够接受 有政府有这样一个作用 看这个政府的作用的时候呢 我来看一下这个作用在什么地方产生的 以及他最初这个政府的作用来自于什么地方 我这个头脑里想到第一点 再看一下政府的要发生什么作用的时候 确实呢就是人权问题 这一点 包括一些人权的一些全球宣言啊 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文件啊 使得政府呢 应该来承担起责任 来保护我们这些权利 保护呢 在一个非互联网世界的一些权利 也要保护我们的互联网方的一些权利 这个作用来说呢 作为一个我们权利的保护者 确实呢 他们也确实证明 政府有这样一个作用来去发挥 我也看到这个情况 但是从这真正如何去理解 他能够怎么发挥这个作用 以及这个作用如何来进一步的发展 他就要是依赖于 他们怎么保护我们这个权利的程度如何 他们如何来去支持我们这样一个 多力相关方的一个作用的过程 就是这是我们一个权利能够来参与 能够来有相关性 能够来表达出来 能够相互的了解 共享知识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角度来说 以及他们如何来进一步的 这企业 包括一些政府 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 什么样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呢 能够得到 他们呢 能够再提供服务 我们全球的人 服务他们自己国家人的这个程度来去考虑 政府呢 已经 介入这个互联网是比较晚了 应该说是 他这个作用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比喻 就是他们在这个电信方的一些这个作用 就是他们是强加他们这个作用 在这种电信上 这样一个叫互联网的理念 来去适用互联网的理念 我们在这样一个专题讨论当中 我也非常轻松 就是说呢 我们呢 还没有看到任何有这样一个观点 在这样一个专题讨论当中 我也有这样一些关注 就是要对于很多政府 还有这样一种观点 也是一些我们需要比较这个谨慎的 比较关注的 有一点我看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来说 对于政府来说呢 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多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流程当中 过程当中 就是他们自己的能力的这个建设 政府呢 是比较新的 在很多方面 对这样一个 跟其他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方面合作上来说 有很多人也是多次听到我们的一些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呢 能够跟我们来合作 他们也并不一定能够跟我们来去协作 所以在过去很多年当中 从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这个专题讨论 就到我们这个VC 以及我们在这IGF的一些发展当中 我也关注了政府的能力 协作的能力 包括他们自己之间的合作 以及与我们其他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合作的能力 也在上升 我想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于政府来说 它这个作用 在这些机构里边 在这样一些过程当中 就是实际上来去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 基本上就是如何的能够比较民主的方式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来去参与 他这种民主呢 已经超出了 他们一开始呢 作为选民来选举政府的一些权力 比如说 就是这样一些情况 但实际上呢 也是他要去不断去学习 怎么能跟别人去合作 我也非常高兴呢 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点 我们也听到政府 也确实在来去 不断来去培育这样一些属于言论自由啊 或者说准备这样去做 也确实呢 要是按照即使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这是一个比较全新的 这也是一些呢 我也希望呢 作为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多的参与 它也能够变得越来越多 能够来去维护 能够来支持 关于互联网上的这个言论自由 以及这个表达的自由 以及这样一些集会的一些自由 我们应该再往前走一步 要看到所有的一些这个人权问题 这个政府们所赋予的这样一些权力 要保护这些人权 他们也确实要能够在互联网账上去做 我们会不断在一起来关注这一点 包括能够真正把它一种变成一种现实 能够不断来去发展 政府呢 有它这样的一个作用 在我们叫做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些合作上 电联ITU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他们都是有些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有一些关心呢 就才学他们更多的来去参与 更多的一些作用 他们这些作用呢 可能呢并不会是能够让我们 能够来去希望的那种作用 这也是一些 应该呢 可能并不一定是完全是我这样一种观点 能够接受 我基本上呢 可以 他们可能不能够让我们来去 专注于这样一点 随着这个政府的作用 也有多在互联网上 它这个作用呢 在某种方式呢 可能来去降低了 这个互联网上其他各方的一些作用了 那这个政府如何能够继续的来去参与 并不一定呢 要来去打破了我们这个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参与者的一些参与 我们已经进入到快到2014年了 我们会有很多一些峰会和不同的一些所建议的一些这个峰会 要举行 我们会看有这样的一些 包括一些有些担心 他们是否能作为这一个观察员去观察 或者能够来去参与这些会议 已经呢 我们目前还没有考虑一些问题 是否能够允许 他们能够参与决策的过程 一旦我们参与这样一些决策过程的话 跟政府一起的话 政府呢 我认为呢 会达到这一点 就是他们的作用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立相关方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否能够进一步的来去建立起来 去发挥作用 或者这样一些成果 谢谢 是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 我们第一轮的探讨 我想来再看一下我们台上的一些专家 会有什么一些反应吗 对于我们前面这些发言 现在请这个SACJIR大使来发言 谢谢主席 你可能是有点过程太快了 我想呢 简单的来去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来再去强调一下 我们呢 并没有看到什么一些冲突的地方 矛盾的地方 在我们政府的这个作用上 或者在这种操作性上来说呢 包括这样一个多立相关方的一些模式来说呢 并没有什么一些冲突的 正相反 我们认为通过我们这个能力的建设 通过我们信息的交流 或者来去确立呢 我们这样一些协作的一些方式 我们呢 前面其他一些参与者 强调的一些困难可以解决 也就是说 能够来确立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啊 包括一些政府能够满意啊 对这些这个流程的了解啊 并不一定 让他们来去真正的一些参与 也许呢 我们就更加认为 把他这个作用进一步的扩大一下 这些扩大的作用呢 可以让这个政府能够满意 他们的一些这个担心的地方能够解决 也许来找到一些办法 通过这些办法呢 从这种国家的角度 他们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比如说政府如果感到呢 某些方面 他这个至互联网的智力是不够的话 有些国家人认为呢 他们可以把这地方给他找出来 可能对政府是不合适的地方 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国家利益相关方呢 他们也可以呢 来探讨一下 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做法呢 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导致我们呢 这个前面提到的一些危险 我们是会应该加以解决 要来保证来继续遵循这样一种做法呢 我们不会来就产生了什么 一些我们不打算看到的一些这个结果 这些利益相关方法怎么能来去合作 我们完全接受了这样一种模式 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另外一点我想说呢 你也提到了主席先生 这是第一次IGF的会议 获得了ITF咱们这些主席的参加 这第一次IGF的会议呢 也是有这个巴西特部长的参加 他的通信部长 是来去真正的负责 这样一些这个巴西的一些监管机构的 在这个地方参加 能够在我们的开幕上能够讲话 这也就证明了强调了 我们的政府呢 对我们这样的一种多利相关方法模式 这种重要性 像这个大使说的一样 我们把他们能够来支持 我们这样的一种做法 这是一种信号 他们打算能够来去参与 就是并不只是政府一方面 是更加广泛的这样一些参与 这里边主要的一个 我们的部长来去转达的一个观点呢 我可能并不想呢 我不想现在呢 要期待他要说什么 他已经说了 昨天已经说了 在这个昨天的高官的会议上 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在准备 我们在巴西召开的这个会议之前 当时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席呢 我们并不想在大家所说的 我们在这方面扮演了领导作用 我们不想让你们大家 把我们当成领导 或者领先对国家来讲 我想说呢 我们只要作为一个促进者 希望大家共同来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可以做很多这样的讨论 我们希望广泛的这个参与 也就是我们多利相关者的广泛的参与 这就是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 而且这个九马主席 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想把自己作为这个会议 变成了一个世界中心 实际上我们希望 这个最好的方式 最理想的方式 还是一个多利相关方的 这种参与的过程 因此呢 我们为什么能在部长会上这么说 就这个目的 还有一点呢 我想呢再说就是啊 想得很清楚一点 就是巴西呢 我们在讨论 我们的这个 巴西进行了很多讨论 讨论这个互联网的市场的问题 我们讲到了这个 通过磋商的过程中 一些逐渐显现出来的问题 当时就是在这个本地的要求方面呢 有些不同的见解 但是我想说 这个呢 应该呢 这个把它在晚些时候的包括进来 因为呢 他必须 我也这么说呢 现在呢 由于这个这个 这个进展呢 不是特别顺利 所以呢 包括进来的比较晚 也就是在过去六个月中呢 这个关于信息披露方面呢 这个呢 确实呢 有这样的问题 政府做得比较慢 尤其是呢 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议会 讨讨论这个时间比较长 还有各方面呢 都进行了大量的这个参与 确实呢 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表达了出来 有些关键呢 认为呢 这是好的想法 但是有些人呢 认为呢 他不一定非常的好 确实呢 总体来说 在国会讨讨论呢 是非常这个积极的 巴西的社会呢 也积极地进行讨论 这就是民主的一部分 实际上也是一种合法的机制 我们的国会 我们的议会呢 确实呢 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做出了一个决策 这就是呢 我想说的这个问题 最后呢 我想这个说 作为一个要点 我们确实那个感到呢 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 巴西呢 确实也就是呢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多媒体 不是 就是包含所有的 相关方的这种模式 是非常好的 这种做法 我们是赞成的 我们的政府呢 确实呢 也确实在这方面 试图扮演一个促进作用 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我们在关于这个 多立相关方参与的问题呢 我们确实的观点是这样的 就是互联网的确实 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的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希望能够参与这个进程 我们也希望呢 有这个 我们不想 我想说不想扮演领导作用 我们只是想积极地参与 再次感谢大使阁下 我知道 在我们这个在座嘉宾中呢 这个政府间的共识 都已经这个取得了 政府呢 也是作为一个合作伙伴的一方 我也注意到呢 政府作为合作伙伴呢 确实呢 也处于这么一种这个情况 也就是政府与多立相关方之间的合作呢 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还有一些专门的发言者呢 讲到了有必要呢 加强能力建设 同时建立一种参与的文化 磋商的文化 和这个加强这个合作的这种文化 而且呢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要做出这个巨大的努力 来加强这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 让他们积极参与 我确实还记得呢 作为我们这个VSIS这个开始的时候呢 确实呢 呃呃 开始情况不是特别的好哈 但是呢 这个甚至出现了困难 呃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学到了整个外交的语言 我们有很多的外交官 学会怎么样进行礼貌的外交的手段 进行沟通对话 在各种层面取得这种合作 呃 有时候呢 我们我想看看我们的这个这个主持 主持人看看有什么要做的吗 没有 他这 好 那么我想请Janitor Matthew 呃 在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像这个Saccafield大使一样 也就是我们把 我们作为一种这个胡字典 这样来讨论 我们要把这种讨论作为一种 我们共同来起草 或者作为共同的作者 要写一本书的这种进程一样 我们过去十年都这样做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卷了 合作来写这本书 刚才Marcus在VS的时候呢 讲到了 我们Jensen看到了 当时有一种这个强权的 这种 这种 这个气氛 好像有一种这个强权的这种 气氛 但是现在呢 我们已经呢 改变了过去的强权的那种 这种 这种 气氛 做了很多的改善 更多的合作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到很多操作性段落的讨论呢 有些代表讲呢 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个什么是多利相关方 或者多利相关方主义的一些各种不同的这个 侧面的问题 我们呢 确实有必要来实际上来研究一下 哪种方法 才是我们能够从他的这个婴儿时代往前发展的方法 就像Marcus刚才所建议的那样 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啊 确实呢 要把它变成一个政策的这种 论坛 我们能不能懂 找的问题 我们应该做哪些的工作 你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系列的问题要回答 你们有很多的这个材料 另外呢 我想说 这会完全是互动性很强的 大家想说话的话 拿起话筒就可以说话 好 我们现在提出第一个问题 远程参与 什么是远程参与 好 有人举手了 那你先开始了 是吗 这位小姐 谢谢Janet 感谢你给我发言的机会 我的名字叫 我是印度的一个教授 我是给年轻的女学生的教授 这个信息沟通政策的问题 感谢巴黎 感谢巴黎岛 感谢你们这种创新的文化 作为我们这个团队呢 我们要共同打造一个桥梁 我一定要发言尽量的简短 我想接着这个在昨天的话题中的往下说 就像我们昨天呢 好像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的这个开车一样 在这个信息这个技术的交通工 这个路上 昨天 今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大家我讲到了昨天呢 就是我怎么样 他问我需要这个今天要不要出租车 明昨天要不要 后天要不要 我一直说不要 因此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么一个问题 要得到解决 也就是怎么样的 一开始呢 我们要在这个风浪比较大的这个船这个海岸上呢 来这个搭一个桥 这是非常重要 我向凡塞克大使提一个问题 你刚才讲到了来讲到这个民众社会呢 有很多的挑战 特别是我们的民众社会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众社会的科研工作者 他们困难很大 我们飞到这儿呢 可能要飞二十多个小时 三十多个小时 确实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这个共同点 例如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民主 还有很多共同的这个做法 我想 了解一下 到底 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哪部分是非常重要 怎么样 跑路的政府间的机构啊 我们怎么样来看到这种各种不同的试验 就真正搞到一个包容性的 这个自下而上的 透明的这种机制 就像我们这个 互联网之联论坛一样 很多的问题都有待于我们的回答 请你们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 感谢 下一个 这儿有这儿发言 后边后边 我叫阿贝 我有一个问题 互联网 怎么样能够促进 这个区域和全球的一体化 我想知道双边多边的这种合作呢 现在不能保证我们能够实现这个一体化 因为很多的这种做法呢 不可能呢 在这个真正的实验目标 有很多的法律的框架 面临着挑战 还有人权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从我们这个角度上完成这个工作 下面一个 谢谢 我代表瑞士公开使用互联网的这个社区来发言 首先我先讲一讲就是这个IGF 它确是一种这个IDF的这种政策的论坛 我想说我们这个IGF应该是那个论坛的那个机构的一部分 你只是它的其中的一个层面 你不是独立它的另外一个这个政策机构 IGF呢 并不为我们来这个起草任何这个互联网方面有关的政策和一些文件 我们需要增加这么一个层面的机构 帮助我们来做这样的工作 另外 政府的作用的问题 我想说几句 很明显 目前这样的这个RFC的这种进程呢 我呢确实认为呢 好像都更多的和政府联系比较大 我想说呢 IGF应该作为一种政府还有国家立法机构采取行动的一些提供这个咨询的这么机构 这样呢才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例如呢 就是我想说我们这个机构啊 就是瑞士的机构 我们非常感兴趣 参与这种开源的这种讨论 我们在过去多年参与了IGF的讨论 而且这个你们IGF的很多讨论议题对我们来讲的是非常感兴趣的 现在这个政府呢 要真正的了解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的工作 了解什么呀 怎么样来使用这个互联网的技术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个现在他没有做到 现在发生的事情呢是这样的 有些事情呢 是对一些大公司有利的 跨国公司有利的 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有技术 有钱 并且理解这个问题 理解比较透彻 能够做这样的工作 但是呢 这些事情呢 并不是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们有些大公司 跨公司不这样做 因此政府的作用呢 更重要 你们应该呢 要努力的使它变成现实 我想说的是 这种开源的这种软件 它呢完全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能力建设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一些外国的情报机构 坚持我们的隐私 现在很多外国情报机构都用它这种东西 因此呢 这个呢 这个现在不是他自己的 我们有必要呢 来把它进一步推荐 我们的机构呢 是非常高兴 能够成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谢谢 Paminda 你好 Paminda 我是这个 为了变革的 非政府机构 我呢 我呢 非常感谢我们参加这个会议和这个论坛呢 是这个最有意义的一个 最有意思的 最有用的一个会议 我呢 一直是参加了这个IGF的会议 而且我相信呢 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些文件呢 肯定会得到认真的分析 我也感谢那个 刚才尊敬的英国部长 所给我们展现出了今后的这种愿景 我也看到了政府的作用 同时呢 我也知道刚才大使呢 也讲了非常重要的观点 这些重点呢 也会对今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呢 产生非常重要作用 另外呢 Virat Bhattia 刚才呢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论题 这个论点来讲 非常有意义的参与 就是什么叫真正有意义的 实际意义的参与的问题 实际上这有几个观点呢 我想就讲 就是那个 这个Evocation 就是电子的这个 职业啊 就业啊 等等 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呢 还有问题要澄清 我呢 确实听说很多人说 这通缉司的议程呢 是分开的 但是呢 它有不同的作用 有力要扮演 当我们呢 这个真正参与到 很多具体工作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这个有很多问题 还有没有明确 我想希望能够 在现在基础上呢 再进一步强调 这个问题 到底政府作用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政府 我并不是说 这民主的政府 所有的政府 都应该扮演 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府中的各个支柱 都要扮演这样的作用 政府的作用有两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呢 他们这个机构呢 来确定到底公共的利益 在什么地方 他们呢 这种这个 要符合 做任何的判断 要符合公众利益 然后呢 第二点呢 就是他们要使用 这种判断和决策呢 来制定公共的政策 这个政策 必须要有这个一致性 对公民来讲呢 是非常好的 同时呢 他们也能够能落实 这种负责任的方式落实 另外关于呢 这个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如果想 这个做这样的工作的话呢 他们也应该急切参与 他们必须要能够 这个跟政府进行磋商 他们也应该呢 做这样的工作 作为这个整个参与 这个决策的一部分 如果你是一个民主的 这个原在民主原则下 就应该这样做 我们这个现在 要完全的这个这样做 但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却忽视这点 没有看到这个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真正的一个 这个民主国家呢 要真正坚信全球的民主 主席说你能不能讲短点 主席说你讲短点 好多人等着发言呢 另外那个平行主义 也是不是非常这个 值得我们赞叉的 主持人说对不起 对不起 在座的这个嘉宾 在台嘉宾 谁愿意回答这问题吗 好 你好 我这 我是代表我个人来发言 我叫Asali Sali 我代表个人发言 我想呢 首先提一个问题 也可能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非常直接咬荡的问题 互联网治理 在2013年 这个政府部门 私营部门 还有民众社会 他们是不是都是平等的 来参与这个政府的论坛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我想简单的评论一下 我很快就发言 我马上坐下 你放心 这种多力相关者的合作机制 建立互信 密切合作 我们好像 要这样做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有怀疑 如果一旦有了怀疑的话 你所有的这些合作 可能不能实现 是不是 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 好 如果想发言的话 你找这些 我们这个底下的人 谢谢你 以前呢 有人发了一个问题 我要求大家都要 这个尽量把话筒对着嘴 这样大家才能听见 你们说话大点 好 这个哈欣有一个问题 就是图尼斯阿欣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呢 我们怎么样来保证 各国政府有合法的 这个真正的利益 来促进多力相关者这个体制 我们怎么样才能克服 这个缺少互信的这种问题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 这样的问题怎么来克服 是吧 我的 我是来自印度的一个提购 我有一个问题 是提供给美国政府提的问题 美国政府是不是真正认为 这种我们现在的这个 多力相关者的这个体制 你接受吗 你们有什么短期的 长期的这个计划来实现它 来看到政府 这个能够真正扮演自己重要的角色 谢谢你啊 你想回应吗 我确实想回应一下 这个问题呢 就是非常这个提的非常对啊 据我了解呢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是不是和我们的行为是吻合的 这是一个非常提的中肯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体制 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多力相关者的体制中 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决策过程中来 我实际上也就 原来就是民众社会的 我一开始工作呢 就是一个这个移民 这个机构 当时这个作为美国总统的这个 原来那个总统还是议员的时候呢 就做这样的工作 当时的我们的这个 他就参与了一个一个民权社会的一个机构 在这个芝加哥 而且呢当时我们那个国务卿呢 一开始他的职业呢 就是一个反战的这个活动家的组织 就是越战之后啊 然后呢我们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远镜呢 就是集结参与这个美国这个参议院 还在一些听证的工作 我可以给你能够来去提出 我们一系列的一些这种机制 能够让这些公共部门能够参与去的 包括一些学术界技术界 还有一些行业界 还有这样一个我们公共 我们有一个叫做开放性的一个顾问委员会 我们有这种开放的一些这种监管机构 我们有这种开放的这样一些议会的一些机构 我们可以能够来自由表达我们的观点 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你这个问题 关于我们的这个牵控啊 和这样一些这个 对这个信任的一些威胁 在互联网 还是我们相关于我们的一些这种各自一些定位 这里边有我们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一些互联网 这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又涉及到我们很多次都提出来 我想让你知道 我想你也知道 来再进一步澄清一下 我们有多种的一些这个审查的一些这种形式 包括涉及到我们一些这个情报一些分析啊 包括一些独立的一些这种分析啊 还有我们一些这种专家的一个 专家委员会啊 然后再提到给这个总统 然后对他公布 我们还有一些议会的一些审议 对这样的一些问题 还有我们内部的一些审议的一些机制 在我们这些国务院馆里边 我们作为像这个总统说的 多多次机会提到 包括我们这样一些信息收集的一些机构的一些这种参与 我们可能并不说是全球的国家都这样去做的 我们正在来去做这样工作的保证 我们这样一些收集一些情报信息啊 跟我们的一些价值应该统一起来 能够向这个世界来去汇报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总统呢 也是今天会看到 他今天跟那个法国这个总统来讲过这样一些这种观点 我想呢 这方面能够来去回答你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必要的话会进一步来阐述 非常感谢 我想来提醒你们一下 其中这里一个问题呢 也提到了 包括呢 这些年轻人的一些权利和一些关注 包括一些这个 不同的一些司法区的管理 我们可以能够探讨一下什么样种环境 什么样一些这国家的一些行动会影响到这些使用者 或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管辖区的一些公民的权利 我想作为一个机构性的一个通知 这个问题呢 也正是在我们今年的IGF的议程之内 关于新兴的新产生的一些问题呢 会涉及到这样一些治理啊 一些监管啊 是在我们星期五早上来探讨 你不要看你们手里的这份这个议程 你可以看一下网站上来去查一下 我们也同意呢 昨天跟着一些相关方的一些这个 这个顾问所要合作 然后呢 星期五这早晨一早晨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三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来去探讨 关于这个政府的一些这种监控啊 等等 你们可以来继续来去查一下这个网站 会有随时一些变化 这样一个通知 这个问题呢 也会呢 在我们的特别的会议上 在这个关于人权问题上来去提到 就是在这个星期三的 星期四的下午 以及还有我们整个这些 这个专题讨论会上来去提到 这个workshop来提到 谢谢 我是Junkie 来自于一个孟加拉的 我是这样一个 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我现在问题什么呢 我想来跟你们分享啊 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呢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策问题呢 有时候可并没有能够非常好的一些定义 但也可能有一些挑战 在这些这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如何来去通过实施 这样一些我们监管方面的一些法律框架来去解决 或者呢 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些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些本地的一些监管政策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我们能够如何让这种全球的和一些区域性的一些努力 来去参与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信息的一些访问权利等等 就关于这个网络安全 然后谢谢 对于我本人我不太敢肯定 你们能听到我这个会场翻译吗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实际上呢 政府呢也自然的来说呢 他们确实有一个国家的一些 这个保证我们这样一些非常中立性的一种权利 以及来保护我们这个共同利益的一些这种权利 同时呢不要忘记他们来保护我们大众权利的一些这种权利 我现在来想问一下我们如何能采用这样一种办法 我们这个公共的一些这样一些活动呢 不要跟我们个人的或者一些互联网的语言来混淆起来 这完全呢 就是呢跟我们来去一两个词来解决来表达出来 一个是我们的商业 一个是我们的自由 特别强调 在我们这个公共部门来说 还有我们这些民间团体特别强调的 在非洲啊 在这个民间团体 我们如何能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去做 我们能够来把这所有的活动都考虑进去 早晨好 我的名字是Bispesa 是来自于拉美地区的这样一个 互联网一名的一些管理机构 这个问题呢 涉及到我们最近的推出了这样一些声明呢 是由这个十个机构当时在那边推出的 里边呢 并不只是来去针对我们这个大使一个人提问 对我们各专家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如何看待我们这个监管的作用 如何呢 政府呢 应该按照这样一个未来 他们的一个作用来去行事 去来去看他们的一些行为方式 所以包括一些近期 他怎么来去进一步加强这样一些这种作用 有人想回答吗 实际上呢 我想来去回答 关于我们来自图尼斯的这样一个远程的参与者的一个问题 然后在讲上刚才我们前面这位代表提到的 我们如何把这个发展中国家 就也包括这种全球的情况结合起来 就有更高的相关性 我想来去强调四点 就来自于刚才这英国他们部长提出的 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我想来去参考一下 这是回答我们这个部门的一部分 那怎么构建这样一个基础设施 然后很重要的 除非有政府来去提供这样一种环境 这是对于我们大众友好的环境 以及我们跟这个C部门密切合作 才有可能来构建这样一个基础设施 能够适用于我们未来的互联网发展 包括在印度这样一些国家 我们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和一些用户 差不多有9亿多用户是网上用户 他们是通过移动这个终端 包括手机 我们还有9这个 还有这个1亿6千多万 还有包括我们来作战一些工作进行实施 我们一个法律框架又讲到了 你这方面要来去做的话 你必须要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在社区能够参与进来 特别是一些包括一些律师啊 还有其他一些民间团体啊 他们都会受到 会影响到我们这样一个法律框架 能够来去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 包括以整体的这个这个性别的一些这种平等啊 还要这样一些我们的避免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或者一些淫秽的一些这个有关孩子们的一些这种照片的一些网站啊这样一些等等 然后这里面每一部分都讲到了 我们如何能够把它这种制度化 这个政府能够来去有这种参与的机制 包括一些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些参与 采用积极的方式来参与 我想来这个关于特尼斯的提出问题呢 从这个发展中国夹角来说 我们传统地方不太强大的 怎么能够来去寻求一些大家的一些这种磋商 包括一些在这个包括了一些策略的一些制定当中的一些听取的意见 也包括呢 还有一些我们法律的一些制定 一些原则来保证这样一些机制 一些独立的机构 这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想总结来说呢 在我们电信的基础设施 我们目前所构建的 包括我们的互联网的这样一些流量 在我们印度这样一种情况 有这样一个要求在法律里边 对这些监管部门 他们要来去进行磋商 有一种叫做透明的方式 这有这样一些规定 而且呢 那些对这个政府决策不满意的人 或者让一些监管部门不满意的人 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透明的磋商 现在目前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那些传统来说是非常强劲的 我们在我们的法律政策里边有这样一些规定应该 因为这是我们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 因为是针对不同的一些人群 谢谢 各位早上好 我是明斯维德兰 是来自于巴黎引导的这样一个监管部门代表 我想呢 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强调 还包括一个询问 基于这样一些观点 我一开始想来感谢我们的各位专家 在前面那些发言 特别想感谢巴西的部长的讲话 他的主管部门呢 提出这样一个提号 非常好提案 首先呢 我观察到呢 通过这个Wiki的WTF呀 他们的讨论当中可以看到Wiki 有很多一些对政府的一些不信任 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这些不信任 他可能是一种叫做潜意识性的 然后呢 这里边我发现呢 有些人会提出呢 为什么这个巴林的这个国王要支持 这样的一种多利相关旁的合作 我们呢 想到我们确实有这种模式 我们有这样一些记录 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明了 这也是一个例子 有的时候呢 我们所说的呢 可能是按照 是否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方式来进行解释 跟我们所说的那种是否一致 当然我也反对呢 这样一种叫做对政府的潜意识的不信任 我也听到了前面这样一些这种观点 我想还去强调一点呢 再回到我们英国这个部长阁下 提出一些观点上来 到底什么样有这样一个叫做立法的这种一些离线和这个立法方面的一些在线 这样有什么样一些这个什么意思 这是涉及到这个公共政策的一些政府的作用 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这个习惯 不同的一些框架 不同的一些法律制度 在全球 但是呢 我们只只有一个互电网 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些物理的一些界限 跟我们这个数字这些技术覆盖领域结合起来 保证所有人都有权利 有这些职责 得到一些这种尊重 这导致我这样一个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我们从这里今后怎么发展 这是从我们这个突击思绪城提出以来进行探讨的 我们也发现呢 我们自己呢 我们都不断的来去重复的讨论这样同样一些问题 我希望呢 我们最近的一些讨论 可以能够来去结束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这个不断的这样一些反复的讨论 我们怎么进行发展 我希望呢 我们不是在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探讨当中 最起码我们会能够向前发展 我们现在语言也发生一些变化 现在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那位发言吧 我名字是来印度尼西亚 是来自于这个民间团体的 我想来去 并不说是一个问题 我想来去强调一下 刚才英国部长讲的一些观点 即使我是来自于民间团体 但是呢 我也参与这样一些探讨 我想来去强调 我们还是否需要 在政府的这样的一种干预 最起码在印度尼西亚来说 我们呢 也注意到 在过去二十年当中 这互联网的发展来说 这个民间团体呢 我们也是有说呢 是这个属于一种 极端的 正在发展中的 这样一个情况 会涉及到我们的 包括教育啊 价值啊 文化啊 也包括这些 儿童方面的一些情况等等 教育啊 特别是在我们这社会的 这些教育方面来说 可能并不是完全来自于 这种政府的这样一些 这个努力 我们从这个互联网对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并不是说很小的 特别是对教育啊 在文化啊 在这个价值观上啊 我们呢 还确实需要 也许呢 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控制 而是一种干预 需要有政府的干预 这就是我想呢 来去表达的这种观点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各位专家们台上呢 谁想对此发表一些看讨呢 否则的话 我们有一个提给BASY这个大使的一个问题 BASY大使的 我们这边有一个发言 可以吗 谢谢我名字 安特斯 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我们这个团体 往来继续 我刚才同事们讲的这个问题 涉及到 这个英国部长提到的一个情况 关于政府的干预 从我这个商业角度来说 我想呢 还有另外一方面 因为呢 我们 这个从这个 包括一些发这个许可证啊 还有这样一些 这种监管方面的角度 政府要参与 你如何 我想说 对这样一些行为方式 就政府的行为方式 我指的是这个发展中国家 很多一些这个政府 想从这样的一个做法当中 能够来去 获得更多的一些这种资金或利益 怎么来看待这一点 我想来回答呢 尽可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非常高兴 我的焦点的问题 能够带来这么一些讨论 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打算 感谢前面两三个这样一些问题 问的是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那些专家们呢 也是认为是非常公正的一点 我想呢 从这个巴林的这个 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 我们会继续呢 来去探讨这方面 他并不一定呢 要来知道 是这个历程的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哪 我想他这里边的要点呢 这个作者 这个本书的作者 应该把呢 我们这个民间团体的这样一些社会的 个成员都能包含进去 包括我们这社会的个成员 包括政府 能够来民间这个团体都包含进去 在探讨当中 很显然呢 像我在前面发言中提到的 这个政府又来去通过一些立法的方式 在这个互联网上怎么做 包括一些立法来自于这种政府 去进行这些监管 这是直接的能够来去推动 我们这样一些这个创作人呢 他们呢 或者权力所有人呢 能够发布 发出一些这个信函 给这个侵权的一些这个部门或者个人 我们要来去实施这样一些立法的框架 然后反过来 在这个美国 他们是一种自愿的方式 这是电信的这个提供商和这个持有这种创作权的人之间 这种自愿的方式 如果有人来侵犯了版权的话 所以美国采用的是一种自愿的方式来去做的 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 然后呢 可以能够把它再反过来看一下 我们也允许这个创作人呢 使用现在这样一些版权法 在这个立法当中 能够再加上来去 把它一些封掉一些网站 这些网站可能是侵犯了这个创作权的网站 给它封掉 然后呢 这是呢 把这样一种封堵的方式来去做 这是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些民法当中这种情况 它并不会带来什么一些争议在我们国家 但是在美国呢 相反呢 当是提出这样的一种立法的时候 就像呢 来带来这样一些大量的一些这种辩论 然后呢 所以把这个最后的提案给它放弃了 所以从这个政府怎么来去立法 不同的文化可能采用不同的一些途径 还有两个类似的文化 像这个英国和美国之间呢 也是采用完全不同的意义啊 不同的途径 来去解决同样一个问题 但是我再回到我的观点上 就是政府的这种干预 这是是否是个问题 它可能就涉及到我们这个互联网这方面来说 我们作为政府呢 要来采用一种保护知识产权的做法 是非常这个严谨的 非常认真的 这个当然互联网也影响到了 这些知识产权 如何可能被受到攻击啊 我们要包括一些对孩子们的这样一些保护 也是非常这个严谨 非常认真的 现在互联网上很多这样一些情况 这些孩子们如何得到 这样保护 不会受到这样一些不良内容的影响 我想这里边呢 从这个哲理上来说 从那个法律来说呢 并没有什么一些这种障碍 就是说政府呢 是否应该去干预等等 但是我感到呢 我认为呢 我的政府也是坚信呢 政府呢 不应该呢 能够太多强调有一个这种控制互联网的这种一些框架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理念人的原因 因为我们是支持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做法 我们还有一些现实当中也看到这些创新 包括一些自由的互联网 会很快会产生的 会能够比较低的这样一些 怎么能够跟这个这个几十亿人能够来互动的一些这种障碍很低 还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是可以能够支付得起的 所以我想来去再辩论 这样一些 这个是长期的这样一些 像这个悠久的这样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这样一些辩论的话 关于政府的一些这种监管方的一些这种图形等等是很长的 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大家都应该意识到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都应该意识到 这种多立相关者的作用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做法呢 是特别重要的 它能够支持这个互联网的创新 如果大家从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做的话 你就把那个关闭了大门 把很多的声音就给封杀了 就像我们大家讲今后的这个发展方向一样 就是讲今后互联网发展方向一样 这个互联网在不断的演变的发展 我们也就知道 到底呢 我们这个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 这个我们的这个著作会什么样 但是我们正在写 但是我想说 基本的原则就是必须要有多作者 多作者来共同参与 要有共同的声音 平等的声音 感谢啊 霍夫们说 我想提醒大家 第一个问题 我们收集到第一个问题呢 讲到 这第一个问题就讲 政府 到底这个 是不是来支持这个 多利益相关主义 同时呢 在这个国际的这个 舞台上是不是支持这种作用 在互联网有关的政策制定上 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呃 表态 你能不能讲一讲 英国政府是不是呢 在这个 多这个 利益相关主义的政策方面 做很多工作 是我确实这样 第一个问题呢 讲到了我们国内制定了自己的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论坛 也就是我们建立了这个互联网治理方面的多利相关者的这个 咨询的机构 顾问机构啊 这个确实有助于我们来制定政策的框架 呃 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政策的框架 但是从一开始来讲呢 我想说我们这个政府明显的 确实 呃 所有的立法问题都要向公众咨询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开放的民主的社会 呃 我们有什么新的法律呢 都要先这个来咨询 否则的话 如果你的话 制定了一个这个政策的话 知识产权呢 呃 这个 受到了破坏的话呢 你这个政府本身就会这个受到质疑 因为在法院上就会这个对你不满意 呃 因此在这个技术上的来讲呢 我们确实应该在 我们确实要咨询大家的意见 我们在互联网的这个做法 互联网这个政策的这个 是确实是完全符合多利相关者的政策的 好 我想再 再讲一下 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 在不断的变化 政府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变化 我想专门从印度角度上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给我大家参考吧 我以前讲到了 我们有世界上这个这个人口呢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印度 同时在世界上那个移动这个用户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 我们使用互联网 实际上的这个用户呢 这个总的每个月的交费数呢 互联网的收费呢 或者手机这个费用呢 占5% 这个因此呢我们就这个 在农村地区 这个USO的这个基金 我们这个收集了这个上十亿的这个美元 政府呢这个在这个五年的时候呢 改变了自己的这种政策 而且呢在中间就攻击我们这个政策不好 比方要把这个USO这个资金呢 目的是来用在建立这个农村的这个电话通 这个建设发展 改变了一个政策 而且改变了立法 然后呢把这个钱呢用来呢 这个把这个45亿 做一个全国的光纤网络的这个建设 这个呢重点主要是放在来保证 这个25万个村庄能够相互的互通互联 这个政府的做法呢确实呢 这个是非常好的 就是它这个确实是 各位部长刚才也讲到这个问题 确实要建立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的 只有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消费者才能真正的对 这个真正的这个把这个钱用在这个农村的这个电话 网络连接的过程中 这是一个建立一个全国的互联网的骨干网 五年前我们就做这个工作 下面我想请您发言 我叫杜燕 我是印度尼西亚的这个一个机构的 我也是印度尼西亚这个信通部的 首先我想讲讲这个多利相关者这个政策 首先我们要讲就是呢 各个不同的参与方他有没有动力 积极性来参与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讲 各种不同的利相关方呢 来自不同的行业呢 他们的积极性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来讲 政府呢 我们的这个动机就是希望我们的互联网能够联系起来 然后呢通过这个全国来建立马路来建立起来 同时要保证我们国家的主权不受影响 同时呢私营行业呢 他们的这个动机呢 是什么呢 就主要是怎么样能满足需求和供应的平衡 供需平衡 怎么样它盈利 还有民众社会来讲呢 是这样 他们是在中间 他们这个这个动力 也就是说呢 第二件事呢 就是关于这个多利相关方这个问题 他呢这个目的就是要希望国家发展 然后呢 这个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多利相关方这个系统呢 对发展中国来讲呢 是不是同样的模型 因为我们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文化不一样 这个政府的系统也不一样 所以在监管互联网的过程中呢 各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 这是我非常关切一个问题 我们也在讲这个多利相关方这个系统 上周我呢 和这个微软的代表进行了会谈 我们在谈到了这个部里的监管问题 我们他们总是讲需求啊 供需啊 我们想的是怎么样对我们的国家进行有效的监控 怎么样能使我们这个社会呢 能够这个不受那黄色的互联网内容的影响 这个那个微软公司这个商银公司的利益是相冲突的 因此呢我希望我们的互联网的治理的这个论坛呢 能够促进各种不同的利益 做的工作呢就是有很多的限制 这个民众社会呢 这个民众社会呢有时候呢他们不太了解政府的一些想法 我们再回到刚才你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 在英国我们保护我们的儿童 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 这个互联网的公司他们有意义要了解政府到底要实现这个目标的目的在什么 他们要跟政府合作才行 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多利相关方主义 这才是保证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的关系 来促进互联网的不断的发展 这好像是一个矛盾的 尤其我们跟互联网公司谈说呢 我们说你他们会说只要你通过立法 我们才能这个做这样的工作 实际上呢他们应该说我们懂得你们的关切 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工具帮助你来管理 在英国就这样 我们的电信公司呢给我们提供了过滤器 让消费者使用这个网站的过程中呢 把有效的把黄色网站的过滤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的这个政策性的问题 这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你讲的非常对 公司和民众社会不应该把政府当做敌人 政府呢也不能把民众社会和公司呢 给大家做一下回应 首先就是印度这位教授刚才提了一个问题 他提的问题很重要 这是关于巴西是怎么 观点是怎么样 然后呢这个利益相关方怎么来参与 我刚才讲到了在这个准备会议过程中的程序怎么样 我一开始已经讲过了 我们目的呢 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参与性的 从一开始就应该是参与性的 我们有一些想法 各个部长 我们的部长可能会提出一些观点 而且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 跟主席刚才讲的一样 我们只是希望能做一些极其性的工作 建设性的工作 促进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机制的发展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 关于大家说 也就是说我表达出来一种关键 我们的这个建议 不要把它把我们的建议作为 一种促进政府参与的唯一的一种方法 实际上政府的参与呢 要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考虑 其他的这个利益相关方也应该参与进来 我想再提一下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就在八期的这个指导委员会中所做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政府呢 有这个预算方面的这个限制 这个这个参与方呢 例如民众社会的参与方呢 他们来参加这个会的时候呢 拿到了通过 通过这个我们的操作过程中获得的资金 来得到参与 也就是说呢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完全可以建设性的 以这个政府和这个社会呢 共同的合作来参与 我想说八期的政府呢 可以进行很多的磋商 我们呢 确实可以帮助其他的利益相关方 来集结参与 为什么说呢 因为很多的国际机构呢 他们收集到了上百万的美元 这样非常好 如果呢 这个钱能够用在支持 这些人 就让他们考虑公众利益 帮助这个我们这个体制的发展 那就更好的 这样呢 就是把这个钱用在好钢 弄在刀刃上 另外我还要讲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盘明的刚才讲到的 就是什么是平等的地位的问题 我认为 我们在这方面 不要过多的这个纠缠 在我们 随着我们阅读的材料 我们在 看一看 这个国际 这个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这个的设计如何 政府确实呢 也是这个在这个平等的这个角度上来这样做的 不过不信你们就看一看 我们这69段 他就指出了 我们确实呢 把这个设计 还有通过公共的政策来讲 作为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这么一个进程 这是一个总体的涵盖一切的这个原则 关于这个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 这个政府有这样的义务 我不知道呢 这个是不是能够帮助这个解决了 盘明大所提出的问题 但我想说 这个多利益相关方这个体制呢 模型呢 它涉及到很多东西 如果你要说全包括的话 好像人觉得有点乱 但我想说呢 这种模型的 这种模式的好处呢 就是呢 它的责任 还有这个 但是有区分的这个政府 的这种责任 另外我要讲一个问题呢 确实有很多人的发言呢 都是有这有关的 就是怎么样 这个IGF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这是能不能让这个IGF呢 变成这个 ITF的这个 同样的一个 这个平等的这个政策制定的机构 我想说呢 很多代表团都支持 这个国际互联网这个治理论坛 应该呢扮演更加有效的 参与的作用 然后呢 这个应该就更好的 这种这个结果 在我去年在巴库的时候呢 那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IGF会的时候呢 我特别高兴的听到 大家这个讨论 我也能够参与讨论 我也了解到了很多的 这个非常丰富的 这种关键信息 这个讨论结果呢 是非常好的 本身也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这个代表团呢 确实呢 强力的支持 我们也寻求呢 继续呢 跟工作组呢 密切的合作 按照工作组的这个建议 来这个执行 还有一点 我呢 希望呢 来建立怎么样的 互信的问题啊 在上次最后次会议中 讲到这个问题 我想说 我们代表团的观点来看 加强我们这个讨论 确实呢 还是有很多的方法 其中包括这个互联网 道德的问题啊 隐私的问题啊 确实呢 在联合文教科文 这个巴西的那次 这个启动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那个那次会议 而且我们将继续呢 采取这个 在这个我们这个 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 11月会上 来这个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也呢 提到了这个发言 就是我们这个杜马主席 讲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 他的联合国发了一个言嘛 又讲到了这个 民众社会这种框架的问题啊 互联网的治理的问题 还应该讲到了一些 一些观点 比如国际民众社会的框架 应该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基础上 体验基础上 我们也认为呢 这可能是一种 比较建设性的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呢 进一步的推进 我们对我们这个框架 进一步的细化工作 我认为呢 这应该确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 目前的这种发展的动性 还有一个 这个政府 所能够这个 发挥的监管的作用 很多代表都讲到了 这个很多的问题 就是有人刚才把它称之为 这个 这个Multi Video 这个宣言 我想把它解读成为 是这样 就是它可能是指这个 I can 这个特别指 I can的 而且呢 还有一个事情 我呢 希望评论的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政府的监管作用呢 不会损害到 这个多力相关方 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他们这些组织的工作 这个呢 应该很明确的能够说 能够保护这个多力相关方 这个机制的运作 多力相关方呢 他们是一种自下而上的 决策的这种程序呢 还应该得到这个保护和支持 而且呢 我们已经看到 I can呢 在不断的里面发展 而且呢 也解决了很多的挑战的问题 尤其是21世纪 很明顿的挑战的问题 最后呢 我想呢 再讲一些 其他人说 发展中国家呢 没有这个磋商的传统 我觉得这么说的话 很危险啊 不能这么说 发展中国家没有磋商的这个历史 实际上我们有一百多个国家 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体制 不同的特点 在巴西我们的国家 我们就有非常良好的传统 和民众社会 不断的为任何事情进行磋商 在过去几年呢 实际上有一百多次 召开了一百多次国家的大会 讨论人权的问题啊 儿童权力保护啊 妇女的问题 都是跟这个 这个当地的一些 这个 这个 各个不同的基层的层面 进行磋商的 因此我想说呢 这个磋商 广泛磋商 和这个全国人民 民众社会经磋商 我们觉得是 家常便饭 就是常事 我们没有这个 这样犯的问题 这个问题 但是又是很复杂的 我们刚才提出了 国际性的一些问题 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各个不同的国家 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的情况下呢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 这确实一个巨大挑战 最后呢 还有 对不起 我问题很多了 但是大家提出问题 最后这个问题呢 是最后一个发言者 提出的问题 是关于这个 政府的这个 积极性的问题 我非常惊讶 在巴西呢 我们参与 这方面的这个 积极性呢 确实呢 是很多的 不仅仅是要保护 这个国家主权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通过政府 来参与它 保证社会的参与性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促进社会的 这种 包容性 还有这个 促进环境 经济的发展 还有人权的问题啊 防止这个 儿童的虐待啊 所有这些问题呢 我想说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积极参与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 我们参与了这个 多立相关方的 这个体制的话呢 并不是违背和 并不是对 我们参与政府参与 并不是对 其他表达意见的 那一方呢 就变成你们的敌人 不是的 实际上政府 确实有非常重要 重要的背景 像那个英国人提到 非常广泛的一些职责 涉及到这个 公共的一些利益 所以呢 它涉及到各个领域 它并不只是限制到 一个单一的 一个担忧的地方 谢谢 谢谢 我们还有更多的 就是来自于我们 先看看专家什么观点 然后再从一些 我们这一节会议的组织 这一方 包括讲到一些 这个巴黎 那还今后怎么来 去发展啊 这样一些想法 我想呢 我们从集体的方面来说 我们同意 能够来去 把我们这IGF的步骤 进一步的推向前进 能够要有得到一些更多 也有形的一些这种结果 实在的结果 这也可以是呢 在我们的 放在我们的这个主席的总结当中 这是跟我们这些 来自于 ZSTV工作组 关于IGF的改进的方面 一些这种观点一样的 我们也会强调了一些 这种融合性 当时呢 我们还可以要强调呢 也会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要一个相同性和不同的地方 我们也听到前面这些讨论 我们有非常广泛的一些观点 是要把它们这个统一在一起 这一些共同的地方 包括一些针对一些主题 进行一些框架 涉及到非常广泛的一些支持 Valimax也会讲到一些 这个关于监管方面的一些细节 我想呢 现在政府呢 他们的职责 从这个基础 设施的角度 包括一些设置 这样一些立法和监管的环境的角度 以及政府呢 还有的 这个有义务来去保护我们的人权 包括一些 自由表达 包括一些这个言论自由啊 等等 这方面没有人反对的 我想呢 我们有很多一些任务 都得到了很多一些支持 从人权的角度 一开始呢 说呢 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具体的讨论 这是在过去几年 当中刚刚出现的 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互联网的 这个治理的这个探讨当中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在讲到政府的作用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这样一些合作关系 这些相关的一些利益相关方 还有政府呢 不要被看成是一个敌人 我们在 你们在座的一些发言当中 也表明呢 可能还是这样一种情况 我想最起码呢 我想感到呢 我们在座都同意 他们呢 我们应该能够来去超越这一点 政府呢 不要被看成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有他们的作用 我们也必须要跟政府来去合作 但是呢 讲到呢 某些这个发展中国家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来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 这些多种的利益相关方的 这个体制当中 它也涉及到了 我们这个能力建设的问题 这也是呢 有一些这个代表所讲到的 可以能够来协助这些发展中国家 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办法 能够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多利相关方的体制当中 帮他们来去构建 这样一些磋商的文化 包括一些参与的文化 有这样一些能力能够合作 这也可以意味着 包括一些这个 财务上的一些支持 还有包括一些能够 有这样一些旅差的一些种支持 参加一些各种会议 我们从下面怎么做呢 我同意我这个联席主席的 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们来继续往下 但是有何似乎感觉呢 我们就像一个圆圈 也来反反复复的 这样一个循环的 螺旋的来去提出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要把这些 交给一个更高级别的 这样一个层次的一些了解 这样一些理解 还有涉及到我们这种对话的 这样一些文化 交流的文化 请你们呢 可以提出这样一些反对的意见 我这样一种打算来去 概括这些内容 这是可以听过这 反对得到一些验证 我们已经有的 有非常好的一些东西 可以带回去 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 我们再听听你们在座的各位 在你们下边来发言之前 我请这样这个大使 再来回答一下 非常快的说一些 我想呢 首先呢 我们能了解到呢 我们都想要看到 我们来不断的改进 我们这样一些这个 互联网治理的一些体制 包括IGF 我想花点时间 来探讨一下 我们目前这样一种 对话的一些价值 这种一些对话呢 而不是一种并竞争 是探讨而不是辩论 所以我找到一种文化 能够来去 并不是对所有人 来强加什么解决方案 这样一种功能呢 并不是来去强加 这样一些这种对话 这里边的价值 就是让我们呢 有一个非常坦率的 开放的一些这种讨论 现在目前 有些问题 还没有解决的 在我们自己当中 或在我们之间 没有解决的问题 进行探讨 我们有这巨大的一些价值 这样去做 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 来去推行这样一些价值 我还想再借点时间呢 讲一讲 我想呢 我们在这方面 取得一些巨大的进展 即使我们的时间很短 我作为这样一个主持者 能够把一些 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挑战啊 还有什么一些潜在解决方案 对这些条件都结合起来 第一个情况 比如说 我们完全同意 这样一种分析 就是巴西的 和其他做一些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间 一些社会啊 还有一些行业 一些学术界和技术委员会啊 在发展中国家 没有足够的一些参与 并没有足够的一些 这个发表意见的 这样一些种机会 在他这个国家体制当中 现在这个问题就说 我们如何把它变成一种现实 我想说呢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不同的一些机构 或者一些做一些努力 体制当中 我们也听到 很方便的一些 这样一些反应 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在一些 像ICAN的一些 多个办事处的全球 是在这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给予了更多的一些 财务上的一些支持 给这些发展中国家 能够参与我们ICAN的 这样一些活动 有越来越多的一些 我们的GAP 还有越来越多的一些 这个GAP的一些参与 在ICAN比如说 这并不是说呢 我们不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想说呢 我们也并不是说 我们不同意 不会不同意 这样一些 这个体制进入改建的一些合作 我想这样一种对话 一种交流 或继续一下这种对话 现在对于我们 从这里今后 向什么方向来 去发展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去 到四月份到巴西去了 我们要看一看 他那个活动是怎么安排的 所以埃及 或者呢 这个世界电信发展大会 开这个举行的地方 包括在这个南非 我们会有继续的一些会议 我们再来去构建 在我们以前的工作基础之上 还有一些 我们可以达成 一致意见的一些地方 本着良好的意愿 到最后的时候呢 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要把所有全球任何的 都给他纳入进来 放在这样一种开放的 一种透明的互联网上去 从这个美国的角度 还有很多一些 那关系一些英国 这个部长跟下所提到的 比如说呢 我们有一个全球宽带的 带宽的一个举措 包括一些SID 在一些发展国家 发展一些国家的 一些带宽的一些计划 还有这样一些 全球的一些大学资助的项目 我们再来去推荐呢 我们可承受得起的互联网 包括一些公司营之间的合作 我们有这个三十多个不同的参与者 来自于技术社区啊 来自于公共的 或者是私营部门的 以及看看 探讨我们的公共政策是什么 我们有其中很多的一些部长们呢 也是在英国非常有效的 我们如何能够来调整 这样的一个投资啊 包括一些开发的 这样的一些种计划 我想呢 我们现在正在聚集在一起 围绕一些共同的一些 这个那个内容 这是包括我们需要 一个更加民主的 这样一些部署 包括一些包容性 把所有人都能够 在全球会议会 能够包容进来 这都是一些非常 这个积极的结果 主席先生 我们下边还有一些 几个问题要问 各位下午早 下午好 我是来自于一个 能够把声音讲得大一点吗 听听着吗 我名字是Valter 来自于一个私营的 询讯机构 也代表了这一些 这个非政府机构 AGF 我想来是 在星期四下午 这非常好的一些会议 你们多数人 可能有一些代表 就是把一些 打破一些 这个孤岛等等 还是让麦克风 离近点 这样行吗 这样听见好多了 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 案例 看到这边的 非常好的一些会议 都能够代表了 我们这一些 这种专家意见 再回到我的问题上 我有三个不同的方面 我们放在一起 我一开始讲一个 非常小的 个人的一些体验 就是这个月 在这个互联网的 这个社会当中 所碰到的 就是这个 这些荷兰的政府 在这个荷兰的一些 这种这个作用 我在我做了这个 介绍之后 实际上发生什么情况 在荷兰呢 先这个问题呢 提到了我旁边的一位先生 是代表这个 ITU电联的 在南美 就电联ITU 能否做到这一点吗 帮助我们吗 我们来共同的 做一些事情 从这个ITU角度 就是说 这个人又说 你要为什么把这个问题 问给这个ITU这个人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ITU 提出过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别人 不认识任何人 只认识这个ITU的人 所以问给他 所以这是来自于 这个南美的一个地方 政府的代表 我们再来进一半 他们如果再参与的话 像这个ITU呢 从来没有在那地方 举行过 我们也不得了解 这IGF 我们如何能够进行 一些技术的了解 这指约这些例子 我再回到这个 我的问题上 你这个行业 包括一些技术啊 政府啊 能否来去改变 经过几年当中 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些 知识的传播 在一些区域性的地方 这些机构呢 从来没有来过 比如说这些工作组啊 还有一些 企业界的一些 这种项目呀 他们并没有来过 来自于项目 他们不会去到南美的 他们没有在 欧洲或美国 没有这些项目过去 政府呢 如何能够跟 这个产业界结合起来 他这些知识 能够传播到这些地区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否实际上 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吗 政府有什么样一些需要 在这些地区 比如说 举行这样一些会议啊 等等 他可能呢 并没有能够 真正来去探索 是有这样一些 明确的需求 让这个发展国家 一些这个地方政府 的这样的一些参与 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需求 我想建议呢 我们把这问题 现在都问完之后 我知道下面呢 一会儿一会儿 可以来回答 我们再会有 最后一轮的 让我们这些专家 对我们所搜取的问题 一起来回答 首先 先让阿波利时 来先讲几句吗 好的 下面还有问题吗 问问我们的主持 下了一个 这个拿话筒的 这位女士给他 这个话筒 我来自于这个 特尼斯 特尼斯 对我代表美国 他在问题呢 有一个更多的描述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包括人权啊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呢 他们并没有 侦选这些价值 我们还有一些 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民众们 是否能够来了解 包括一些隐私性啊 等等啊 包括一些这个信息的一些泄露啊 等等啊 所以这个政府呢 我们的这个政府来说呢 没有能够明确的来去参与 能够直接的 可能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策略 就这个正常人权所讲的内容 是完全这个违背的 不一样的 我们如何 让我们每一个这个公民 能够来去参与进来 在这样的一个合作当中 我还是呢 再来收集问题 有一个 谢谢 我想来感谢我们的专家 在台上做这样一些介绍 我非常喜欢这个 非罪部长的一句话 就是政府的作用 应该被看成是一个 网络的合作伙伴 而不是说是一种独裁的一个角色 我们在这个荷兰是这么做的呢 我们的政府呢 特别是我们的外交部 现在正在制定着 一个长期的一个研究项目 这个荷兰的这个电信市场 今后五至十年 什么样种情况 这些电信运营商 会有这样一个整体的 一个互联网的价值链 整体的这个过程来说 现在正在进行的 是一种跟所有的一些 这个NGO啊 私营部门来去合作 还包括一些技术领来去合作 我们的观点呢 这个我们国家这种合作的模式 是非常好的一个模式 这对于我们未来能够继续来去发展 我们看到非常好的就是呢 在这个国际的这样一层次 也能够推广这样一种做法 另一方面来说 我也听到了 我们的一个专家提到的 是艾瑞德尔 他讲到 他有一些担忧 关于政府的更大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他可以把其他各方排挤出去了 如果政府的作用太大的话 如果我刚才前面没有听错的话 这就表明呢 我的观点 我们都在努力来找到一个 政府的合适的一个作用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在荷兰呢 从这个最基本的 我们叫做多利相关方的这种模式来说呢 所有涉及的各方 都应该是有一个同等的地位 发表观点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给上面的一些专家 你们如何来去解释这样一种概念 就是都在一个同样的一个 公平的一个角度上 能够来去探讨这样的一个政府的作用 还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吗 你有一个问题 首先呢 我想说呢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交流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呢 我们这种成熟性 就是这种一些相互间的信任 这里所表达的 我也听到不同的角度 来发表一些观点 我想对于我来说 现在听到这样一种情况 它对于我们未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这种互联网的治理 我想能够再来补充一下 从而来去提升我们现有机制的一些透明度啊 一些这种责任制啊等等啊 能够让我们这样一些机构能够来去 有效的来去运行 这都是一些呢 我们应该不断来去推动的 从这个IGF的这样一个角度 来去加强这样一些透明度和一些这种责任感 我们可以能够来有更多的一些参与 能够让人们能够来去 真正的来去表达观点 比如在我们这个GAC 在这个ICAN 我不太敢肯定 它是否 这里边有190个国家 这种代表 我们是否真正有193个这种代表 这种政府能够参与 实际上有这143个成员国 但是否有193个政府能够参与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政府 真正的亲自参与进来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 我对这样一个协会的一些表达方式 我们这样一些机构呢 不管是一种国家的一些标准化机构 或者是国际化的标准化机构 来保证 这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透明度 和这样一些责任制 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相互间的信任 能够来去推动这样一种发展 谢谢 非常感谢 我想这个ICAN 这个问题如果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里边可以强调ICAN 已经被提到很多次了 包括同意呢 我刚才这个同事们讲的ICAN 在寻求呢 这种让它的这个运行国际化 我们又非常开放 很多一些办事机构 在不同的地区 还是说让你这个讲话人的麦克风近一点 我现在声音已经很大了 待会可以能够更大一些 是的 这是我们的基金官呢 他们可能呢 正在做了一种全球化 我们这个ICAN的这样一个工作 有很多人呢 到这ICAN的会议上都可以能够看到这一点 GAC呢 是129个国家成员 我们也希望进一步的扩大 但有一些可能并不是在国家的这些咨询委员会里边 我们也鼓励他们能够来参与去了 现在我说到的问题呢 就是说我想我还没有听到 我可能他一会就睡着了 提到了这个信息社会的世界峰会 他们有这样一些这个举行的这些审查审议 包括一些这个美国大使也提到了 包括一些这个电联的这样一些大会 在这个IAG要举行这样一个世界电信的发展大会 在这四月份 这明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当这个联合国大会要来去审议 这样一些在这个2015年的这样一些情况 我们这个专家委员方面来说呢 要跟你们来表明呢 我们所希望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我们这样一些VCIS的角度来说 谢谢张大臣 谢谢主席 我想我这个意见非常简短的 可以再次给我这个机会 我必须来去重复 前面提到了 让我们这些解决方案 都是应该跟这个地区相关的 跟本国相关的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这Mark呢是给你的问题 我想来看到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妇女 特别是来自于新兴经济体 包括一些这个群体 来去发表观点 因为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这个角色 我想这个包括一些大使提到一些项目 这个IGF的平台 能够来听到一些新的声音 这是我们所关注的 我们还要从这个解决问题的角度 在这个本地解决 包括一些国家的这样一些 包括更好的一些体制 系统化的一些做法 我并不想来去代表所有的人 有这样一个开放的议论台 像这个印度所举行的 告诉这个印度的一些故事 我们仍然有这个 还有今后几十亿的这个用户 会上线的 所有人都来欢迎 有这样的这样一个 我们在这个会议场上 有这样一个十亿的一个会议 你可以参加去听一听 我的名字叫沃尔夫根 我是一位大学的这个教授 我想呢增加提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 这个刚才那个荷兰的这个外交部 提这个问题 就是当时他问这个论坛 就是一个政府 怎么样 还看到这个平等地位的问题 很多的这些 利益相关方的讨论呢 都是呢 涉及到了这个 互联网治理的定义的问题 到底呢 这个工作组和互联网治理的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 各国的首脑接受这个关键 再首先呢 我想说这个定义呢 是这样有各种不同的作用 政府要扮演 我认为呢 第一这个 就是我们在 我认为呢 这第二个这个定义呢 就是更加重要 因为呢 我们这个第二部分呢 专门讲到了 就是这个 怎么样做决策 的程序的问题 什么共同 有共同的标准 协定的 协议的问题 决策的问题 我们应该呢 继续呢 往前走 我呢 实际上呢 政府的作用到底怎么样 这就是一种 对这个 荷兰这个 代表团提出的一个问题 政府的作用 这是不是平等作用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我就想说呢 也许说 通尼斯的这个议程呢 也需要我们把它作为一种 就是 现在正在这个 失效的这个 这本这个材料 我想提几个问题啊 我们刚才巴哈林的 那个巴林的这个代表 讲到今后是怎么样 往后推进我们的工作 有人呢 这个部分的回答这问题 另外呢 英国这个VZ部长 也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Nagel呢 就是这个 I can的Nagel呢 提出了另外一个 就是今后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18月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想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这个专家论团呀 你们是怎么来看到 这个参谋之间的联系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多边 多这个利益相关主义 怎么样经过发展 其实包括的YSYS 和WITD的问题 我想说 感谢你又这个 跟我们专家论团提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 这个让我们先记住这个问题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分会场 在这一周呢 有很多的专门的讨论 明天呢 我们将有专门一个分会 去讲互联网治理的原则的问题 同时呢 还有这个 利益多边方合作的原则的问题 如何促进合作的问题 我们将还有专门一个分会场 专门讲人权的问题 我已经说过了 这些会议呢 这些会议呢 原来会出现很多新的这些问题 其中包括互联网监测的问题啊 还有这个最后一天 我们还专门有这个机会呢 这个有这个公开讨论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讨论 大家可以解决讨论 这个其他的问题 好 我 是不是先走 先说呀 还是我们 好 好 我非常感谢 有机会做一个回应 因为呢 大家提了很多的问题呢 我呢 不可能全部都达到 我想就 就几个问题 做一个回应 有一个问题 我确实想回来讲讲 就是呢 就是三个问题 刚才给大家 在纸三个提出的问题呢 也就是呢 你能不能的 真正的 各个国家来这个 行使自己的主权 尤其在限制的过程中 然后呢 不要影响到 这个使用者的权利的问题 和管辖权的问题 我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呢 当我们在讲 互联网治理的时候 还有这些 有些政府做了一些限制 确实对人权中 做了一些限制 这在互联网 要表达人权 受到了政府的一些限制 我想说 是不是互联网上的 人权受到了限制呢 有些这个团体呢 讲的不仅仅是 要考虑国家的利益的问题 还要呢 直接的看待这些问题 我们要看一看 有没有必要 不要摆脱 有些 这个关于人权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过去老的一种 这个主权的问题 说呢 在我的墙外 我做的任何事情呢 你不能讨论 我在我们家墙外做事 不能讨论的问题 因此 突尼斯提出的日程呢 并没有限制了我们 实际上呢 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 也就是 在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别的国家都可以进行讨论 你国家发生什么事 我们有权讨论 如果你做的工作呢 不符合人权 而且不符合大家所认可的人权的话呢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有权讨论 我们也有权来 这个 这个提出我们的建议 和考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观点 要反复来讲 也就是说 我们完全可以的 在超出窄意的 所谓的国家主权 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 因为这些国家 确实已经同意了 要把自己约定起来 使自己的国家 是一个对人权负责的国家 因此我们就有义务 有责任 IGF 和所有在我们的努力中 总是要 回过头来看看 各些国家签署的 同意的人权的文件 提出一个问题 是不是某一国家 他做的工作 符合不合他们自己的义务 我可以继续多讲 但是我觉得 不用多说了 这就是我们一种 讨论中的衡量的一个尺度 我们要使用 这个主权这张大旗 来保护一些政府 所采取的行动 或者一些他们的动机 这些动机和行动 又违背了我们自己 所签署的一些国际文件 这个我们绝对不可以 不发声地默默地接受 谢谢亚瑞 感谢大家提了很多的问题和观点 首先我要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 就是其他机构的政府 相互之间做什么工作 是否了解 我们认为大家都应该有义务这样做 在这个ITF 我们确实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经验 在ISOC的政策的过程中 只要在各种不同的论坛 不同的计划中做工作的监管机构 政府的决策者 他们相互之间 都是以非常成功的方式 相互的沟通信息 我感谢大家 我觉得类似的这种项目 在其他的机构也有所开展 很多其他的国家 对此也了解了情况 我们所做的工作 是不是有用也可以效仿 另外我要讲的问题 在ITF中 我们工作组还有专家 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希望能够确定一个今后的发展方向 就是决定跟政府进行沟通 然后以各种不同的机构进行沟通 以一种正式的非正式的方式 然后得到一个平衡好的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有义务跟全世界 进行密切的接触 互联网的技术很明显 并不是在全世界 都是平行的发展的 发展的程度不一样 在我的国家 在芬兰 我们 确实 很多的行业界 都有这样 但是并不是在全世界都这样 在很多欧洲的其他国家 也不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有义务来 在全世界找到这些 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人 跟他们连起来 我们有义务这样做 各个国家的一些的 这个发展中国家 有很多的个人 他们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例如在南美洲 来一些工作 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提 这是那个 这个 孟德维格 那个声明的问题 大家有人也提到这问题 斯伯伯的美国大使 刚才也讲到了 这个多力相关机制 正在不断的演变发展 他讲得很对 他举了一个例子 在ITF 我们讨论了很多 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 也就是我们的协议 注册的问题 功能 然后呢 这个注册的这个端口的 这个数量啊 怎么样分配给 用一个种木亭来分配呢 过去很长时间呢 这个都是美国政府 来确定某种类型的 这种合同的机构 来这样做 然后呢 由ICAN来管理 然后呢 建立了以后呢 这些社区呢 ICAN呢 还有这个Andy呢 他们其实实际上呢 这个建了很多 同时呢 也这个 有很多的中国 这个机器啊 还有很多的政策 还有流程 我们都已经签了这种协议 我们现在呢 这个确定了服务级别的这种协议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具 也有这个 各种不同的这个 TRACK系统 我们呢 现在有了监管的机构 而且呢 这个在它远的发展 它会进一步的发展 我确实希望呢 今后呢 在这个 互相 这个共 这个互信的这个模式 应该得以建立起来 促进往前发展的这种 各种不同的国家的这种形式 最后呢 大家可能会问 到底我们今后怎么样往前发展 我的这个结论呢 就是基本上还是这个 我们要继续呢 来 把大家都联系起来 和他们进行这个沟通 交流 政府呢 还有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机构呢 我们希望这种是双向的这种对话 而不是单向对话 政府应该告诉他们 要怎么做 大家都应该互相说 第二点呢 我们需要呢 继续那个 在各种 这个我们总的系统的 各个不同的部分 要不同的 继续让它往前发展 这都是跟互联网治理有关的 然后呢 最后呢 我认为所有这些论坛 还有这些进程 所有这些讨论 他们都需要呢 应该是一种 这个多例相关者参与的 毫无疑问 这个我们应该 这个继续讨论 我们目前的这种形势 到底呢 某一个方面 他应该这个 是不是应该负责 我们应该这个 让大家都有机会发言 都有权发言 互联网呢 对大家来讲 是全世界的互联网 因此呢 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参与者 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们有权参与 促进他的发展 我们要讨论更多的 这种不同的参与方 如何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 真正实现多这个 理想方方 谢谢你 谢谢请 Virat 感谢你 Marcus 首先呢 我想谈两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平等地位的问题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讲 刚才有人提出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 政府的责任要建立 有责任建立这个基础设施 在这方面确实有这个平等合作 我想说呢 政府呢 确实已经意识到 这个方面呢 私人的投资 确实呢 可以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的资金呢 应该把它转移到 用在那些地方 就是如果私营企业没有投资地方 例如那小学的初登教育 农村的卫生保健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的道路建设 在这些情况下呢 一些私营企业呢 不愿意在那投资 政府应该把钱放在这地方 当谈到政策的问题 也没有这个 政府的投资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允许 这个私营企业来进行投资 当然还可以允许 一定数量的外国投资 只要对这个国家适合就行 然后呢 还有制定一些有关的立法 这个投资的时候呢 要让他确实有这种 这个投资者有信心 来保证他有信心 这种环境建立的话呢 投资者才能真正的 放心进行投资 一旦呢 这个步骤采取了以后呢 然后呢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 谈这样的主题就是 能不能转向私营投资领域呢 他将会把这个私营资本投进来 帮助建设基础设施 同时呢 开始呢 这个 做更多的这种工作 这样呢 政府呢 就会来帮助 来做更多这样的 支持性的这种工作 尤其在电信行业中啊 此时此刻啊 民众社会呢 确实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要扮演 他们要确定 并且帮助政府 到底哪些地方 服务的这个不够 哪些情况下呢 这种这个 在农村地区 哪些是不可行的 在一个具体的国家 比如宽带 连接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帮助这个政府来确定 到底哪种计划 可以推出来 比方说教育计划呀 这个电子 这个卫生保健呀 基础的这个 这个草根的这种 能力建设的问题呀 基础设施问题呢 年轻的技术 这个一些搞技术的行业呢 技术界的人呢 他们也应该帮助这个政府 帮助这些人民 尤其是妇女 提高自己的这种能力 同时呢 在学术界 那些学院派的人呢 他们也有重要作用 要扮演 很多的这个委员会 我们都进行这种讨论 就是呢 提供一个这种 研究报告 今后应该 投资朝人方向来进行啊 搞什么样的投资计划呀 这些研究计划呢 将会提供有益的信息 在这个政府呢 进行技术设施建设的过程中 提供很大帮助 这个清单呢 可以一直写下去 也就是 对于相关方 各方呢 都要积极地参与进来 他们都有自己的作用 这就根据 突尼斯的日程来讲 他们都有作用 都是平等的 这就是平等 就是基础设施方面 大家都有平等的地位 平等的作用 还有法律框架呀 还有这个言论自由等等 这些都有 但是我想说呢 这个年轻人 他们是未来的消费者 应该让他们 对他们进行教育 了解知识 了解今后 这个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这样呢 加强他们的能力 这样呢 才能使我们这个网络呢 不断地发展 让21世纪的需求 得到满足 这就是呢 典型的例子 我们这个私营企业 积极参与 但是并不阻碍了政府 从始至终 发挥自己的作用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它的作用是不断演变 发展的 但是他们都是有作用的 我们要自己要记住 我想说在世界上 27亿 也就是在世界上的 这个40%的人口呢 它才能够上线 获得互联网 但是亚洲的16%的人口呢 现在呢 目前能够有互联网的服务 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 还特别多 今后的道路非常的漫长 另外 我想再谈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在加强 这个独立相关方的机制方面 做什么样的工作 很多的 例如比方就一个 奖学金的问题呀 我听着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年轻人 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这个不管是国内的 还是国际的会议呢 不管是政府出钱 还是企业出钱 这方面就是很大的帮助 也就是把它制作化 让这个政府的钱 和私人界的钱集中起来 组织这种 这个奖学金呢 和这个 这个 帮助的款项 让他们来参加 这样的会议 进行对话 如果这次呢 IGF他不能来的话 今后让他们 应该鼓励他们来参加 这样的会议 还有些新的技术的论坛 未来的我们讲到很多 这个移动互联网 还有这个M2M 这是呢 一个重大的讨论议题 我觉得政府呢 现在在这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最后呢 我想说呢 在2014 2015年呢 是非常关键的两年 我们要开放头脑 咱们不要马上的决定 到底要做什么 不要操作过急 我们首先要开放脑筋 广泛接受新的观点 了解情况 看看这个 2014年 将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 谢谢大使 谢谢你 我呢 不想占用大多的时间 我们还要让这个 在座的听众说几句话呢 我刚才讲到了 这个VSIS的这个进程 我们现在认为呢 正在这个 今年的VSIS加时的 这个审议啊 正在准备召开 我们现在正在那个 进行这个全面的分析 看看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行动 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行动 要是国际行动 还有这个整个校区的行动 有一点呢 我们需要这个 尽快的完成这个审议的工作 我们需要评估一下 今后怎么样 这个推进我们的进程 把我们现在的工作 尽早的完成 现在说这个今后 我们说十年的工作 结束了还为时过早 实际上没有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要这个 是不是要开 搞一个新的 这个新的这个VSIS 或者搞一些新的这个行动 我认为呢 因为原来的工作还没完 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重点 我们将会在今后几年 继续进行讨论 好 这也是IGF的我们的职责 的这个进一步的扩展的问题 也就把它作为更加重要的 这个论坛 还有谁要发言 谢谢 作为最后的发言 我想再次讲一讲巴西的观点 就是巴西认为呢 多利益相关方这种模式 和这个IGF 实际上呢 是这种最好的这个方法 可以在国际的这个 是我们应该能够相互交流 理念的一些地点 包括更多的一些联系啊 一些利益相关方啊 包括也是跨越了不同的 这样一些想法 和一些这个努力 我们也坚信呢 这样一些决策的一些质量 也包括这样这些 这项目的一些合法性 可以能够进一步的加强 达到我们这样一些 更多的一些利益相关方啊 政府啊 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啊 一些事情机构的参与 这是在我们这个 图尼斯的市场上所确定的 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利益相关方 包括一些IGF啊 还包括巴西啊 这些等等一些 来去主办这样一些IGF 这是2015年的 我想呢 我想来去提出个建议 就是说呢 来做这样一些行动 我想在一个ICT 这样一个缩略语 就是对我来说代表着信息 因为这里边呢 有很多这些也得到了一些进一步的强调 每一个利益相关方 每一个群体 他们都应该建议的一些具体行动方式 我们这可以是一个起点 能够针对我们的 第二个这个字母 这个C代表着合作 我们就说呢 来保证呢 我们所有相关的方式 得到一些这个满意 进行合作 最后一个字母呢 这个T代表这个Trust 信任 这样一种做法呢 可以来去建立我们这样一些互信 如果我们又相互的这样的一个接纳 或者一个认可 这样一些利益相关方 就是涉及到包括我们政府这一边呀 还有其他一些利益相关方啊 他又会发生什么一些变化呀 包括一些这个不同地方文化呀 我们必须要来去认识到 这样一些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一些这个治理 可能是意味着不同的一些内容 包括一些社会 所以呢 我们要来去一种集体的一种努力 能够呢 有非常好的一些这种想法 在这里边呢 是专注于我们这个政府的作用 现在是 我们非常高兴呢 能够参与这样一种讨论 我们呢 也有这张高端的一些这种一些探讨 从这个政府的这方面的角度来说呢 可能是很奇怪看到一些人 就是说呢 我们非常 我想这样说 这是涉及到我们的这种参与 也包括呢 我们这些来自于专家的一些这种 讨论会者 我们可以呢 能够来去 关于这政府的作用 应该有个明确的这样一个需求 让这个政府采取行动 可以给你两个例子 在巴西呢 我们都知道 在一些领域 比如说就代表了我们这个亚马逊 流域的一半的国家的数量 这些地区 这个热带雨的地区 他要求这个政府能够 跟其他一些地区工方来合作 也要求我们有这样一些政策 能够来去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来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保证这个亚马逊地区呢 相互之间能够来去互动的 我们现在这种一些不同的社区 能够来去取得这样一些互联互动 然后呢 这是我们包括涉及到一些民 这个民传体和一些政府的一个明确的作用来去发挥 这方面 如果我们可以想到 包括一些这个国防部门啊 原来很显然一些领域对政府呢 涉及到一些这个 隐私性和一些这个信息收集等等啊 我们有很多一些问题 可以找到一些领域 这里边呢 可以呢 我们按照这样一个多力相关方的模式来去行动 也要求我们加强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协作 我想呢 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这个认可 也包括一些其他各方的一些认可 我希望呢 简单的想来提一下呢 这个峰会就是在巴西举行的 我想呢 来去让你们注意到 其他各方的一些关注 以及呢 跟我们现有的一些流程的这种关系 我想呢 来讲明清楚呢 巴西呢 也是非常认可现有的这样一些流程 我们也是所有这些现有的这样一些流程的 一些积极的参与者 我们也当然呢 不想呢 看到我们的巴西呢 要什么跟这个任何的一个 重要的一些会议 进行竞争啊 或者一些这个重复啊等等啊 包括一些SYAC的这个会议啊 还有这个CST的这些会议啊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手段 我们想呢 我们也计划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要保证呢 不会能够跟他们进行什么重复 或者影响他们一些活动 在所有这样一些流程里边呢 我们认为呢 有个明确的一个需求 我们先有一种高端的 或者高层的一些审议机制 或者在2015年 或者说在今年2014年晚些的时候 来收集所有这样一些观点 SYAC的会议呢 会产生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这个结果 我想呢 我们的工作组们 在他这个大使者和合作下 协作下 我们会提出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想法 我们在 我们叫做平等啊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一些领域啊 还有能够这其他方面 能够政府参与 我想他这个合作上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法 如何来继续的推进 我想在晚些时候呢 我们的会议呢 也有很多重要的一些观点会产生 我们也明确看到这样一些需求 我们叫这种高端的或者高层的 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一些活动 可以能够来去收集 这样一些想法和观点和决策 我们呢 不是要来对他们进行重新的解释 或重新的起草这个图尼斯的议程 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好的办法 或者一些明智的办法 但是我们认为呢 做一些调整 或者呢 一些 有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做出的决策 可能是呢 会是必要的 我想呢 如果我们要来失去的一个机会 是很遗憾的 就是呢 我们正在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图尼斯的这个议程 已经进行了快十年了 我们还可能呢 有一些更加深层的一些努力 能够不避免一些官僚的 这样一些这种审计 审议 我想非常感谢 感谢我的同事啊 一些合作伙伴啊 包括一些专家们 我们也非常愿意 跟你进一步来探讨 这一些高层的这种探讨 一些这种可能性 非常感谢 感谢主席呢 我想第一开始来讲呢 一期他就给我 最后一期 我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了 这节会议就 时间不多了 我非常简单的说一下 是的 我想这个IGF呢 需要能够来提升 他的这样一些 这种参与性 包括这个下面一些 也提到了 包括前一多这种讨论 都提到了 我们是非常有效的一点 有很多的国家 认为呢 他们有一个默认的 这样一个 把认为是ITU电联 这是重要的一点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IGF 我们看一看 怎么能够来去推动 我们这个IGF的活动 在全球 这是英国政府呢 也是想积极地参与进来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呢 也重要的一点呢 在我们这IGF峰会的结束的时候呢 可能并不是提出一些政策的一些这种建议 而且是呢 我应该是我们一些 达成一致意见的一些主题 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这种想法 能够来让我们带回去 从这IGF 这是我们会有这样一些工作去做的 但是我们支持呢 今年的IGF的一些变化 可以成为最好的一届这个IGF 会来继续的发展 会来继续呢 来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这个进行这个 互联网的这种治理讨论当中 非常重要的 我也支持刚才Nedger Higgins说的 这种让我们这个ICAN能更加全球化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是我们的ICAN要去做的 能够出现在我们全球的更多的地方 我想在这个不光只是ICAN 这也是一种我们关键的问题 所有的国家都赶到了 ICAN呢 在他们来说是非常很重要的 而且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和参与 跟这个ICAN进行交流 我从我们可以从物理角度 可以能够来去 我们来去更加推广我们这个ICAN的 这种一些这个覆盖范围 我这里边有很多问题 涉及到政府呀 包括一些跟这个民间团体的 这种一些平等啊等等啊 这样一些作用啊 还有一些这个商业界的一些 等等一些这种观点啊 我想呢这就再回到了 我在这个前面三十秒钟 我在想到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VCIS的问题 如果它那什么没有效的话 应该给它加一步进入调整 那变得更加有效 这是我们也去做这些分析 这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但是广说案的说呢 像我说的一样呢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最终的报告提出来 这是这个多立相关方向 这种模式 包括一些政府 这个企业和民间团体 参与的一种模式 让我们来去进行分析 我们都是应该平等的 这方面来说很重要的 看是否是平等的 要是非常有效的话 这对于我们英国来说 也应该 对其他国家也应该是有效的 因为这个互联网也成为 各国家经济的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一个作用 所以这里边和其他一些国家 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 也是能够看到这种情况的 这就是我们目前那个情况 我想我们现在这个焦点呢 应该是专注于这个发展中国家 还有今后几十亿人 会能够在线或上网 我想呢 像这个印度他们这个代表提出的 我们会有一个星期四 这个十一点钟 他们有一些会来分享 他们的一些这个经验 当然这他们也面对 那些挑战 在今后这个十亿或二十亿 会成为一种网民 会上网 他们也会有很多的 挑战跟你们来去分享 谢谢 我想来感谢我们这个台上的 所有这些专家 像一个下面的 这个听众说到的一样 我们明天还要非常有益的一些 进一步的拓展一些探讨 包括现在我们 进行的一些这种融合呀 还有一些这种概念啊 就是合作伙伴关系 能一些包括一些互信啊 还有一些这种合作啊 这些重要的一些这种概念 也包括我们需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 能够让更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治理方面 能够更多的一些参与 我想这可能是第一次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这个第一次有一位部长阁下 能够参加了我们三个小时的讨论 就是这第一次 所以非常感谢他的参与 积极的参与了我们这个第一次 就是呢 我指的是这个 我非常参与 他们可能有人会担心 我可能要去消失这个三个小时 非常感谢他的参与 我要感谢我们这个远程的一些主持人呢 Massel Shells啊 Chander Hoffman啊 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呢 给我们这个台上的各位专家 来去鼓掌表示感谢 我们会议到此休会 我们下午两点半 会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开幕仪式 会进行这个开幕式的会议